民政部門 秘書處 人事處 政風處 法治處 研考會 民旨書務委員會 業務報告及執行 今日會議請假人員 民旨書務委員會 中副主委 麗景 應出席客家委員會 客與新船師 做談會 請假一天 現在本席宣布 今天的會議正式開始 依據本會議員執行辦法 第三條第二項規定 業務執行時 各該委員會議員優先第一輪執行 時間經為十分鐘 第二輪則不分委員會 依議員登記 順序執行 該委員會議員之執行時間為十分鐘 非該委員會議員執行為五分鐘 如該委員會議員 於第二輪執行中到場 主席應讓該議員 優先於下一位執行時間為十分鐘 第三輪以後 依登記 順序執行每位議員執行時間為十分鐘 各位議員同仁 是我同意由單位所長做業務報告 再進行執行 請現在由秘書處 人事處 政風處 法制室 研考會 民主事務委員會等 所長做業務報告 還有秘書處 現在請秘書處做業務報告 時間我想重點報告就好 十分鐘好不好 主席 各位議員 各位媒體朋友 大家好 我是秘書處處長吳唐成 在議會大會這邊做工作報告 在工作報告前先介紹本處的同仁 首先是副處長顏正彪 總務科 科長陳乃怡 聽社管理科 科長方翠娟 機要科 科長黃炳元 採購企劃管理科 代理科長郎勝負 文書科 科長許淑金 以及檔案科 科長李士哲 本處傳聞各位委員貴會的支持 業務得以順利推展 在此代表秘書處向各位議員及先進 致上最高的敬意 感謝這段期間以來對本處的支持跟不令指教 往後仍請各位多於指導 接下來進行本處的工作報告 本處在103年3月1號到8月31號指 工作報告詳見第一頁到第四頁 在此 僅就四大部分進行口頭折要報告 一 在文書檔案方面 包括一 公文電子化 102年元月起全面實施提升各機關文書 醫化作業 目前線上簽合比例已高達78.97% 大幅提升公文處理效率 減少用值 二 建置市府醫化公布欄 凡是張貼在市府門首公布欄之實體公告公文 即於網站上同步轉載 公布欄上附有QR Code 提供手機行動掃描 方便民眾上網越南 自105年6月建置到105年8月31日 共登入了749筆 三 建權檔案管理 公文歸檔件數達18067件均以電子化處理 檔案目錄則每半年 依規定會送次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 開放民眾查詢及申請應用 四 市政會議 召開 協助召開市政會議24次 來強化市政意見與市政方向之行程 建議修正機制 五 局處協調會議 協助辦理17次 加強局處兼橫向溝通聯繫 第二大點 在人力資源方面 臨時人員出缺不地補 臨時人員落實初缺不地補的原則 截至105年8月底為止 有關市坎含基金的僱用人數 核定人數少了49人 有效降低市庫的支出 二 鼓勵員工學習 鼓勵技工工友及臨時人員參加採購 專業人員訓練以提升專業素質 第三大點 在總務聽社管理方面 一 落實節能減碳 包括整體四省成效與前一年同期相比 用電成長0.89 用水成長7.18 用油減少12.28 線上簽合比例高達78.97 有效減少紙張用量 二 召開16次節能減碳推動委員會 將持續召開推動委員會 工作小組及輔導考核小組 並設立分層管制機制 運作及檢討各機關節能成效 三 執行汰換老舊冷氣設備 建置節能監控系統 智慧節電 有效節電 四 推動智慧電動車共產計畫 在聽社大樓安全防護計畫 防災方面 包括制定台南市政府105年度 雙市政中心 國家防災日系列活動細部執行計畫 督導各局處進行地震初期 緊急避難及應電知識宣導 拼設硬體設施維護方面 完成了0206震災台南市政中心民治建物損害修護工程 以及民治中心冷氣設備 汰換及節能監控系統 在開源節流活化閒置空間方面 包括場地的出租 文藝部展 以及美法部 理法部 員工餐廳 南銀小鎮等委外經營 臨時攤換的設置 以及引進民間資金活化南門路市長官邸 節省維護經費 並有效活化室友財產 在公務接駁車的規劃方面 在雙市任中心每天都規劃四班接駁車對開 以利公文的遞送及人員洽工之所需 最後在採購機核方面 首創小額採購資訊系統 全國首創累積登田的9.2萬筆資訊 以使小額採購資訊能夠公開透明 2. 採購專業人員訓練 以辦理五個班次 合計366人參訓 3. 採購機核 以機核案件數達96件 並將採購缺失韓文改善 4. 採購申訴審議 以受理的13件 包括申訴案件8件 條街5件 以上則要報告 敬請各位議員指導 謝謝各位 好 謝謝 下一位 我們請人事處做業務報告 大會主席 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各位媒體先進 大家早安 首先要感謝各位議員先進 對人事業務的大力支持 使人事業務能夠順利的推載 所以在這邊代表我們前提的人事人員 向各位議座 致上最高的敬意跟協議 未來也請給予繼續的支持跟鞭策 讓我們的業務能夠持續精進再串夾機 進入報告之前 容我先介紹我們的團隊 第一位是我們的副處長 陳隆雄 第二位是我們的企劃科代理科長 陳淑芬 第三位是我們的人力科科長 吳慧珠 第二位是我們的考信科科長 陳敏君 第二位是我們的集議科科長 鍾環安 第二位是我們的公務人力發展中心主任 鄭捷鴻 今天我們的報告 在書面裡面是五到第十頁 敬請各位議員先進參業 以下我就做一個簡要的重點業務報告 第一點的部分 整併成立本府的財政稅務局 醫生服務效能並精進人力 那本府自縣市合併以來 有自力打造小額眉 小額能的一個組 政府組織 今年的7月 我們將財政處跟稅務局整併 成立財政稅務局 何時配置人力 最終可以預計會減少人力60人 但是最重要是不減少服務的一個效力跟效能 那本府的組織架構會從原來的9個內部級處 減為8個一級單位 18個一級機關 總共目前是26個級處 第二點的部分 承辦國家考試 台南考區事務工作 服務在地考生 今年的3月1號到8月31號 共承辦了五場次的國家考試 那服務呢 台南的考生 達到兩萬一千六百人次 只在地的子弟免於奔波到其他考區應考 節省他們的一個費用支出 那大幅的提升我們的到考率 還有呢他們的錄取率 第三點報告 公開公平公正的辦理公務人員 任免簽調 內生外補病重 責優臨用 政任人員 那這段期間 外補15人 內生有77個人 第四點 落實人才 鬼才 鼓舞同仁的士氣 辦理 學校 幹事 護理師三階段的調動 那今年的3月1號到8月31號呢 總共在第一階段的跟第二階段的臨補簽調過程 但是有20人 護理人員19人 那第三階段 臨補的工作 由衛生局公開招考護理人員 招考 錄用18個人 第五點 提報職缺 貫徹考試用人 讓民眾有更多服務公職的機會 今年的3月到8月呢 我們總共提累考試的職缺有158個職缺 讓我們的人力年輕化 優質化 有效的支持我們市政的一個發展 第六 依法禁用身心障礙跟原住民的部分 我們已經達到法令規定的一個規定 甚至是超額禁用 第七 蔣優泰類 勢力楷模整次辦公基地 這段期間 我們也臨選了10位的模範公務員 兩位呢 推薦到參加行政宴的模範公務員的一個選拔 另外呢 我們前序部辦理105年度的一個公務人員傑出貢獻獎 本府也推薦一位個人參加個人獎 兩個機關參加團體獎 那已經入圍呢 副審完畢 一季會拿到不錯的成績 那在內部拆請管理部分 我們也前面的做一個抽查的工作 第八 落實公務人員人力培訓的計畫 控制公務人力資本 在這段期間 我們實體課程的部分 開辦了110班 提供了140門的一個 另外提供140門的一個數位課程 那在地化的培訓課程 有95門的課程 達到一個分享的效益 那為了確保呢 我們的一個培訓品質 本府的公務人力發展中心 導入了TTQS的一個人才發展品質管理系統 我們自創辦以來 連續5年得到呢 這個企業版的一個金牌獎 讓我們的這個辦性品質達到一個相當高的一個水準 九 規劃公務人員退休業務 人力應用以退休前一起的平衡 我們除了尊重公教人員退休生涯的一個規劃 也要考慮機關公務人力的應用需求 使兩者呢 取得一個平衡 以免機關 業務推動受到一些困擾 因為我們擅用了退休人力的一個資源 我們也辦了這個呢 退休人員的一個自願光懷 自願的服務的一個培訓 那也辦了一些光懷的講座 讓他們退休之後 由醫院投入 事工工作 可以直接無軌的一個來銜接 逆時持續推動公務人員 推動人事業務自信化 創造高效能的一個服務 我們嚴格的要求 人事資料的建立要完整 確保人事資料庫的一個正確 達成了資料可供加值應用跟劫策的一個參考 另外也應用了呢 世界化的一個科技工具 讓簡易圖示的說明 政策 提高同仁的一個接收度 提高我們服務的一個效能力 十一呢 倡導多元的一個文康活動的辦理 以公教人員的一個美展 舞蹈我們同仁的成立文康社團 對外參加一些活動跟比賽 調劑他們的身心 鼓舞他們的士氣 這樣的簡報 我本處將會以市政團隊共同來努力 持續精進 並發揮創意 光懷跟尊重的服務精神 讓專業的服務力作為市政團隊最堅定的一個後盾 並在培育屋子公務人才 以提升城市競爭力方面 持續來精進 敬請各位一言先進 給予不斷的指教 最後 敬祝大家身體健康 平安喜樂 謝謝 謝謝處長 下面我們接著請政風處做業務報告 大會主席 各位議員先進 各位媒體朋友大家早 感謝各位預作長期來對政風業務的支持跟指導 本人在此代表政風同仁表達萬分的誓意 並勤請各位預作往後能不定的給予支持跟鼓勵 那在工作報告之前 容有來介紹本次的相關同仁 首先介紹的是我們副處長李鐵橋 再一位是預防科科長何聖輝 再來是閒政科科長黃新寧 查處科科長劉湘宇 政風處的市面資料是在第11月到14月 那以下請就相關的業務做檢驗的報告 第一部分在政風預防業務部分 第一點 召開聯政會報方面 在今年的4月25號跟8月22號 那由市長親民主持 召開本府的第一次 105年的第一跟第二次的聯政會報 那在會報當中 本處也針對疫情作為 還有基層雜根連政系工的主行相關的概況 還有相關的急促 都針對自己主辦的業務 提出相關的專題報告 那另外一部分我們還督導所屬的政風機構 針對相關的業務召開26次的聯政會報 目前提出使用的監 عن kill 本網位 就是為了튜� tougher 也有制 Config 還要製作 或者剛誰知道 計的雜來支持 而這間的ое企業務 我們有指導顯示含了 一壓力 coat 也有速漸減 以及智復等 局部的 ком 還要確實 但是複雜同利工值 然後對 shut up 也有差 并努力 或是小心ע FE0 005 target 還有 muchísimo inspiring 還有就是 homme recognised 針對鎖使機關,針對這一部分所進行的相關的連政研究總共有七案 第三部分,建立透明的行政環境 那針對這一部分,我們會針對相關的主題透過各項連政作為 讓行政程序的流程公開透明 指民眾議員了解整個公務推動的情形,避免引發黑箱作業 那在這一段時間,我們本處也督同所使的政風機構針對機關內的內控 日行評估辦理有十案 第四,實施業務集合改進作業流程方面 那在本年度,我們已經辦理區公所 入燈維護及新設設業務 還有道路撤河的清衣成果相關的專案集合有十三案 另部分就要求所使的政風機構 與機關裡面兼辦採購業務的同時 假如對相關已經發現有異常的情形 應該要急先採取相關的預防措施 那在本期內已辦理相關的預警有二十六案 第五,在建前採購方面 那政風處及相關的政風同仁 針對機關的採購 在先行的匯稿 還有事後的查核方面 或是在採購當中的開標還有驗收 那本期我們共監辦了4103件 另部分在維護工程品質 確保採購效益部分 我們也會同本土的工程查核小組 辦理施工查核有三十五案 第六,在辦理反貪及政風法令先導 強化民眾民工法治觀念方面 那辦理企業誠信座談會 邀請企業廠商或勞工團體先導企業社會責任 提升法治觀念並融入連政議題 助使落實誠信經營 那本期內有勞工及管理局等六個 急促辦理六場次 第七,在落實防灘登陸方面 那都統所使的政風單位在本期辦理 連政倫理事件的登陸共有224案 那其中在受政財務有75案 引電令酬有99案 請透關收有50案 第八,在跨域結合行政司法支援方面 那有免費於台南地檢署合辦 基層雜根連政工程 那其在由行政跟司法的相互合作 以加強基層公務沿在連政法治觀念概念 那本期在有都發局、觀光旅遊局 還有農業局、勞工局等等 已經辦了六場次 那參加人員也有301人 一久在推順旅順專案 建構優質採購文化方面 那該部分是最有雙向溝通、意見交流等方式 凝聚提升採購的品質 以保障得標廠商在沒有不當外力的干預 價能履約順利、保護合法廠商 其能折合公司部門力量 建立連能透明、公正的採購環境 那這部分我們在今年的3月7號跟9月5號 各辦理遺產 意思 推動連政矽工專案 落實市長的青年勤政方面 那免費邀請本府各機關科長 科長及以上的人員 及本府連政匯報外聘委員 共同針對機關裡面曾經發生過的弊端 檢討它往後可能也會有發生的相關類型 以談話會的方式進行腦力激盪 達成內控及疫情的效果 那本期裡面具有辦理六場次 檢討的弊端類型也有49案 第二部分針對政風行政業務部分 那免費健全誇意的通報聯繫機制 掌握民意需求及曾經請願 那積極督導所指的政風機構 針對本府各項的災害防救 還有人為虛擬破壞 曾經請願 實施護士的通報機制 亦有狀況及承報機關所長 並協調相關的機關處理 那本期辦理有57案 另外在公務機密維護方面 今年的5月21號 配合勞工局舉辦本府各機關學校 105年第二次的 約聘僱臨時人員的公開正式 那政風處在執行所有的抽籤工程 過程我們前程採用錄音錄影 及相關的保密措施 以保障民眾報考的潛力並維護 本府的青年形象 第三部分對政風查處業務方面 那本期政風處受理的 檢舉案件有640件 有關行政處理後 航轉前者機關的有364案 那澄清後存餐的有276案 以上報告完畢 最後祝福各位一座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並祝福大會圓滿成功 謝謝 接著請法制處 法制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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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制處做業務報告 大會主席 各位議員先進 以下是由法制處來做 今年3月1號到8月31號 這半年來的工作報告 在報告之前呢 我先介紹我法制處的同仁 首先我們的專門委員朱瑞琳 第二個是我們行政救濟科 我們馮啟文 馮科長 第三位是法規審醫科 我們葉安靜 葉科長 第四位是我們法制行政科 我們曾博欣政科長 最後是我們的消費者保護官 我們的主任小保官楊軒元 以下我就來做我們的工作報告 我們法制處 在各位議員先進的督導督促之下 也給我們鼓勵 也給我們協助 非常感謝 我們法制處過去半年來 我們所處理的業務 第一個呢 我們國家賠償事務的部分 105年3月1號到8月31號 我們國賠的辦理情形 如書面 就是括號1跟括號2 一直到括號3 它所有具體的案件 如書面 第二個我們法制處對於國賠產生的原因 新聞相關單位去做檢討改進 那折成同類的國賠案件呢 盡量減少 避免民眾生命財產遭受損害 第三呢 我們是強化國賠事件的處理委員會的功能跟陣容 所以我們是透過外聘的專家學者跟律師來加入 提升我們委員會的素質跟功能 增進我們國賠事件 處理公平公正合理 更落實民眾權益的保證跟維護 第四呢 我們如果是協議成立金額 如果是50萬元以上的重大案件 我們業務主管機關應該擬據它處理的意見 並檢據相關的這個案件內容呢 送到我們法制處 然後透過我們的委員會來核定 然後第五呢 我們協助本府各機關跟學校 因為受理國賠案件的審議 跟我們國賠訴訟的案件 它的簽辦跟簽辦意見的提供 我們也督促各機關學校來辦理 這個就辦理的情形 來強化國賠事件的處理過程的這個公平公正跟合理 那另外呢 我們適時的協助本府各機關的國賠業務 提供這個法律意見 也讓我們本府辦理這個法制業務能夠正確 讓我們的業務的改進具有創新 那再來呢 最後國賠案件的部分呢 我們檢討這個本府國賠審議的這個制度 以及我們國賠事件處理的這個要點 那這個能夠增進我們的行政效率 那盡速填補人民的損失 那第二大點就是我們法制行政業務的辦理 那為了強化我們各機關的法制專業知識 那提供本府各機關法令的適用 跟我們法令的諮詢意見 跟法制一意的延期 協助本府各機關呢 能夠進行依法行政 然後增進這個衛民服務的功能 那另外呢 我們協助本府這個所屬機關的這個自治法規呢 那我們透過了這個自治法規也好 行政規則 訴願行政訴訟的答辯等等 那這個案件總數呢 一共有318案次 那參與的相關會議呢 有到222案次 那另外關於這個 這個訴願案件審議的這個部分 詳細的內容 如書面就是括號1跟括號2的部分 那請我們議員參閱 那另外我們受理訴願案件的這個部分呢 我們去遵循台南市政府各機關學校 辦理訴願案件 答辯因行注意事項 那來說短審議的事件 那保障人民程序上的利益 另外我們對於訴願決定 撤銷原處分的這個情形呢 我們督促原處分機關 應該依照訴願決定的意志來辦理 而且依照台南市政府 訴願決定撤銷原處分案件的 這個最終管制要點 所以呢 我們去克遵這個辦理的時效 那另外我們訴願案件的審議呢 我們著重公正客觀迅速的要求 並兼顧程序上的正義 所以我們在訴願審議委員會 為了釐清案情 事實的時候呢 我們會請訴願人到場陳述意見 也請相關的機關到場來做延遲辯 那另外我們對於這個法規審議的這個工作 那對於我們本市自治法規跟行政規則的 訂定修正廢止 截至這半年以來呢 我們對於這個本法 這個本市的法規自治 這個法規標準自治條例 跟我們行政院韓班的行政機關 法制作業因行注意事項 那我們去成立的這個法規審議 這個法規審查小組 那讓我們的法規能夠更周延的審議 那另外呢 我們為了加速法規的審議 除了控管自治法規的審議期間 跟我們的行政規則的審查期間之外 那我們也不定期的去召開本府的法規 這個法規審查小組 那針對我們法案當中 具有共通性跟原則性的法律問題 邀請專家學者來進行諮詢跟研討 那這個提供做統一處理相類似案件的一個重要依據 那另外呢 我們在這個3月1號到8月31號時 我們目前為止自治條例修正的部分 共有4案 自治規則共有15案 行政規則共有61案 總共有80案 那另外我們對這個法規審議工作 我們也整理收集保管跟建制相關的法規資料 那整理收集保管的這個 這個保管的這個台南市自治規則 跟行政規則的資料 既有自治條例一共有60案 自治規則有309案 行政規則有847案 總共有1216案 那另外這半年中我們辦了兩次的這個 這個法治研討跟研習會 包括105年6月30號到7月1號 我們跟台北市法務局跟新北市法治局 桃園市的法治局 台中市的法治局 高雄市法治局 共同主辦了這個105年之下是法治跟行政 救濟的業務研討會 一共有5個議題來討論 那這個議題內容的部分呢 請各位議員來參與 另外呢 這個為了讓我們的本埔同仁 能夠了解這個國際公約 那期待我們的法治能夠跟國際接軌 所以我們在105年的4月22號 跟法務部合辦了人權兩公約訓練的兩個場次 邀請了這個專家學者到場演講 那詳細的內容如書面 以上再一次的感謝各位議員的指教 並祝福我們這一次這個會期能夠圓滿成功 以上謝謝 大會主席還有我們各位議員先進 現在就演考會的部分來向大會跟議員先進 做一個成果上面的一個說明 那先來介紹我們在演考部門裡面的一些工作夥伴 跟議員先進做一個介紹 那首先是我們專門委員周鴻燕 還有我們中規科的王朱環王科長 然後還有管考科的王科長 還有我們資訊中心主任李英主任 那先就演考部門的部分呢 向大會的議員先進做一個簡要的說明 那我們的工作報告呢是在19到24頁 也請各位議員先進可以做翻閱 那在中規延展的部分 我們大概也還有編審我們的年度市政計畫 測定我們市政發展的一個方向 另外也推行研究發展促進我們的行政革新 那這個部分呢還有包括各局處的審核出國的一個報告 還有我們刊登市府的公報 也是在我們研考部門裡面去執行 另外提升服務品質 加強衛民服務的措施 那非常感謝議員先進的一個指導跟鼓勵 我們在105年的3月到8月底 在1999市民服務熱箭的總化物量達到了13萬0457通 那另外我們也在1999的化物備員系統裡面 盡量的去讓它能夠增進系統的穩定性 那最特別的是我們持續推動了OPPO1999的一個開放服務 包括它的網頁跟APP上面的一個提升的服務 所以我們在這幾次的這個災害來臨的時候呢 市民也利用了這樣子比較便捷的方式呢 來做一些陳情上面的一個案件的一個服務 那另外我們也透過了參獎的制度 提升我們的一些服務品質 那在這裡也跟議員先進做報告的 就是我們在105年規劃福島的參展計畫 那送交這個國發會的部分有 金發局、公務局、衛生局、勞工局等四個機關 跟它的專案參加規劃機關的一個競賽 另外稅務局六甲區公所、新化區公所 跟玉井衛生局等四個機關 參加第一線的服務機關 那總計有八個機關代表本府參加 第八屆的政府服務品質獎 那經過我們的一些福島跟書面 還有實地的評審等等之後呢 我們在國發會105年2月25號公佈入圍機關 那本府的稅務局、勞工局、公務局 在168個競賽機關裡面脫穎而出 另外稅務局也榮獲第一線的服務機關的殊榮 勞工局跟公務局分別也以安居樂業、弱勢勞工 有晴天行動管理、重整、防災優先保平安 獲得了我們的規劃機關 那在4月28號也公佈了得獎機關 那在這一次裡面 台南市政府三個入圍機關均獲獎 所以他在得獎的比例上是百分之百 這個也是研考部門裡面 對於我們的那個衛民服務的提升 有一個比較大的成果 那另外受理人民陳情案件的部分 我們從網路、書面、電話、零櫃等等 透過這些即時服務系統的分案處理 能夠達到一些列管追蹤 並且把派工的部分呢 能夠盡量降低他的時間 那在105年3月到8月 我們總共受理了有62731件的服務案件 那在聯合服務中心零櫃的部分呢 永華的部分有25119人 明治聯合服務中心的櫃台服務有35650人 那在研考部門的部分呢 還有包括優質雙語的提升 跟國際化生活的一個服務 那在這裡跟議員做說明的 還有包括我們利用替代液的一個資源 結合學習的部分 有提供弱勢家庭的學童 進行一些公益的活動 那105年3月到8月 我們總計提供了209個小時的服務時間 那另外匯編本市的市政大事劑 還有104年的市政成果 還有定期召開的兩岸小組的一個會議 那在第二個部分管制考核的部分呢 包括我們列管追蹤市政會議的指示事項 還有配合中央政府建立的政府出版品的管理 然後來促進政府出版品的普及流通 另外市政計畫的工程重點的管理 我們包括105年市政計畫重點的一個列管方式辦理 那也定期召開本府重大工程的推動會報 那對於中央對地方一般性補助款的 執行效能管制考核 我們也是陸續都有召開一些會議 那經有173項的標案按月呢 都會在列管進行它的這個進度考核 那資訊業務的部分 我們除了有資料的開放平台 來提供我們市政上面的透明度 那也希望能夠鼓勵我們一些在地的研究 跟創新市政的服務 那在資料開放的部分 陳盟貴會的一個指導 我們在市政府的資料開放平台 到8月31號完成有614項的資料集 2,647筆的資料可以在這個平台上面去看到 然後也可以上架 那在平台的開發部分 我們也建置了這個開放資料平台 那到8月31號累計它的瀏覽人數 已經達到了162萬多人士 那資料的運用部分 包括我們在登格樂期間所做的一些 視覺化的一個資料應用 然後包括它的瀏覽人數達到2萬29萬9千多的次數 下載次數有達到1萬1千多次數 那另外也提供了民間有一些創新應用的部分有20個 那在資訊的部分 我們也推動了數位文創的發展 建立台南市數位文創園區 是全台灣第一個以政府為主導的Favor Lab 跟Cold Working Space 那已經進入的第三年 那希望能夠營造一個屬於台南在地的製造者的一個生態圈 讓微型創業的部分在台南發光 那在物件無限寬頻的部分 我們就要去年增加了兩處 那地點的部分也請議員先進能夠翻閱 那在推動資訊安全的部分呢 在22月到23月也請議員先進能夠加以翻閱 跟那個檢視我們的一些成果 那在這裡要跟議員先進報告的是 包括我們在災害應變告示網 從101年6月啟用之後 到105年的8月31 我們累計開設有32個專案 那拜訪人數也達到了278萬人次 那其他的有包括推動民眾上網的計畫 跟縮減數位的落差 我們總計也開班了150班 有3000人以上 大概有利用每人3小時的一些電腦訓練的課程 另外在105年3月1號到8月31號的一些招生情況 目前也在37區招生 有150班3532人 那在招生跟減少我們的數位落差部分呢 資訊中心也在各地呢 都有所一些成果跟一些開班的一個成就 那以上大概是研考會 針對我們研考事務的部分向議員先進做的報告 那也希望議員先進能夠繼續督導我們研考業務 然後給予研考會支持跟鼓勵 謝謝大家 謝謝 接著請民主事務委員會做業務報告 大會主席 各位議員 各位媒體 女士先生 大家早 阿伯伯 臺卡厚 民主事務委員會工作報告 由我 方志明 莫來跟大家報告 陳本 各位議員 對我們本會各項推動的業務的支持 以鼓勵 讓我們在各項的業務的推展得以順利 請代表本會所有的同仁 跟大會 表達十萬分的敬意跟謝意 那首先我就來介紹我們本會 今天委會的同仁 那在負責我們 平埔族群希臺事務的陳專門委員 負責原住民事務的我們的潘科長 潘中庸 負責我們客家事務的檢科長 綜合業務性的我們的陳子勤 陳歌長 那本會的報告在書面的25月到30月 那接下來我就所推動的主要工作 提出二要的報告慶勤指教 在綜合規劃業務的部分 我們辦理了多元文化方案 研定及交易推廣的面向 以完成台南市族群主流化政策的分析 研究成果報告 並辦理本市族群主流化政策的理念 與政策方案的講座 以及族群主流化教育沿襲 共有四場制 以賠利多元文化的思維 在強化市政行銷面向 每頁定期發行民主風情電子報 已經出刊24期 每週提供電台公益頻道 辦理活動脫波 建置本會官方臉書 以及Lineart生活網絡 即時地把本會的信息做先導 也辦理英語讀書會話 以及性別平等等宣傳的活動 來優化市政的服務效能 在希臘雅業務推動部分 根系推動希臘雅業務 辦理希臘雅援助民主身份行政訴訟等 後續相關作業 完成訂定台南市希臘雅族群的振興發展辦法 並發布施行 我們也召開了希臘雅平埔的證明說明會 以及相關協商的會議 將訴求疫情總統恢復平埔族群之原住民身份 並獲得總統的承諾以9月3、4日前檢討相關法規 並且在行政院以10月7號也正式的回應 同意以修正原住民身份法的方式修訂為平埔原住民 並截至目前註記希臘雅首登記的總共有1822人 在附贈希臘雅主義工作的面向 我們已經將希臘雅語誼納入正式教育系統 並且在希臘雅原鄉13所小學實施 人數達250人 我們辦理希臘雅獎助協經 在104協年度第一協期已經發放補助67人 在部落希臘雅的部落活絡的面向 我們根系這個KUVA活絡部落計畫 辦理104年成果發表以及社區營造獎座課程 使部落了解社區營造的前茂 福島白水溪及被耍等部落增齊文化部補助經費 並獲得補助 辦理平埔活力計畫說明會及企劃案寫作的課程 加強部落增齊政府的支援能力 完成即被耍觀光旅遊環境的建制及成果的發表 我們也扶植業績及傳統碎石劑的舉行 補助了北投羊新化口鼻聚落 還有我們的六溪等部落的文化記憶活動 在原住民業務的部分 促進都市原住民在教育發展的面向 我們補助原住民幼兒就讀幼兒園191名 核發原住民學生獎助協金有149名 辦理原住民主義教室 推動8所幼兒園辦理多元文化教育學習計畫 建構原住民知識學習系統 我們開辦了扎哈木部落大學 總共有125個學員完成 來推展原住民文化的面向 我們辦理本市的週逐日 原住民業務培育工作坊46場 扎哈木音樂舞台13場 結合傳統原住民記憶業務 足以原創音樂和原住民市集 促進本市原住民文化創意產業的活絡 共16139人次的參與 來活化原住民文化會館的面向 我們辦理在府城工作 週公益連長特長 海灣族素人畫家等三個展示 共計11149人次的參觀 在建構原住民衛生保健及社會安全的面向 原住民急難救助共18人 福島未在保及家保122人 家保率達到近95% 在扶植原住民經濟事業發展的面向 我們協助族人創業發展等貸款業務 追蹤輔導54件 協助生貸20件 在提升原住民就業促進的面向 我們每合成功21人 獎勵原住民取得技術式證照 有43人 在辦理原住民族家戶 關華員反釋這個業務的計畫 我們總共反釋了403戶 陪伴36戶並轉介18戶 在國際的民間慈善團體的救助 並獲得蘋果慈善基金等 7個公益團隊的贊助與支持 在客家業務的面向 振興客家文化的面向 我們辦理客家文化的研習 開設客家音樂等 系列客家民俗課程 共40班次 辦理客家廠業 研習廠業講座兩個廠次 那我們也在兒童文化研習營 也辦了兩個廠次 在強化本府與公司部門的 合辦活動 分別以客家委員會 客家電視台 客家委員會文化發展中心 台南科技大學等等 我們總共辦了六產次的文化推廣 在推廣客家語言的面向 我們辦理了客家生活語言的 文學新傳真人共識班 培育客家語言文化推廣教師師之 強化客語新傳專業的智能 本會秉持促進多元族群和諧的尊重發展 以及傳承與創新的施政理念 並以族群主流化的施政主軸 扎根西拉牙在地特色 潛力營造客家 原住民以台南新互相的勇氣發展環境 並積極推展各族群文化的傳承 以言覆正傳統記憶及相關民主振興等事務 期盼貴會繼續給予協力指導跟支持 本會全體同仁但努力打兵 維護各族群潛意福祉 打造本市成為多元族群文化豐富的幸福城市 最後敬祝各位應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大會圓滿成功 謝謝 好 謝謝 現在由登記第一輪的議員開始發言 第一位我們有請蔡議會議員 我請教我們政處長 處長 我做議員做這麼久 改成每次 你 報告也好 計畫也好 政法也好 改成到消息都 到最後還是要怎麼 到最後我都沒有消息了 為什麼 你也說有進店有在辦 還是說 我說 你說要這麼大都不敢辦 你也說進店來跟我說一下 這部分跟議座報告齁 其實我們都有在進行 進行到最後那個 那時候都沒有消息了 那比如說是 我一直覺得政務是這個組織 存在地市政府齁 因為你事情還要報告市長 每個最大的工作 你只會要是 你怎麼處理 你也要把我 做的事 還有今天派一人來跟我說 我今天到這邊 然後他又要辦 出了 你也要辦 這個人 就我市長出來選議員 做議員 我不敢扳 你敢也沒有啦 或是說一面你都敢扳你敢扳 你敢扳沒有啦 這部分我們大概都是依法行政 只要有 大家也說依法行政 那就是 今年說我買了五年後我沒消息 我已經沒做了 我就算了 還沒消息 他怕 我 議員說的喔 是 我們兩年的科技研究 有一間叫洪萬 我跟歷史研究講你聽 我一個志工的媽媽 的女兒 我檢查我去問 他在處理會去 檢查我檢查他問後 回家還要死 我有一次跟他說 我有歷史在告訴你 這個事情我怎麼處理 我來議員說 檢查我查到他繼續 他在 電視界的東西在外 照相不做 處理又在處理 那間公司叫洪盈科技有限公司 最近 我們環保 環保 一個熱令 停工 他說 他說 蔡英偉你很要求 為什麼要求 海關沒有頭 蔡英偉很嚴重 他說 他跟一個議員 新年區議員 政府先進50萬 一檔 60萬的費用 新年區 民進黨 你跟他查看 一檔 60萬 政治先進50萬 在處理 這個議員 這個議員 叫這間公司去 公司 這個議員 他在公司 這間公司 這個議員 就是 那下去我們一定針對個案去處理 五檔好嗎 五檔好嗎 五檔百年出來要 兩個禮拜時間我們一定會跟宇宙這邊報告 整個最後的處理情形或是 查處過程所發生的一些問題 我以前說的都沒有消息 我以前說那麼多間都沒有消息 你不能跟他對這些公民有些反對就不行 這個大塊的 每個委員會議長一款 和議長總結孫 我講他沒有LP 政黨合商說起序私人報告可以賣總結孫 天哪該有這個事情 私人報告有議員八成是怎樣 個個就不敢相信 第二天 第二天齁 我們 我們 我們這八十九年的 都市計畫規定 就是銀薇環 副立建設這塊 這塊是我們的法國 要完全告訴我們 我們江東公公司 要做一個 什麼嚴端控制中心 大大找到後 靠旁邊這塊我們的 還沒要做回去 一次他去東區辦公室 差點說 那幾十九九年 都市計畫規定 在那裡 土地變形做 機關用地 開發超商就是 副立 要他管我們 土地 機關用地之後 才能讓他建設輸繳 結果他能讓他去好 我們剛好 我們剛好 我跟統帝 八九戒 沒有 他在拒 說減給我們八點一平 市長 市長 我所謂都不敢說有公共 你怎麼去查看 去好買之後 不要說議員買 查看我們是怎麼可以這樣 一定要關討 讓我們可以讓他建設輸繳 結果不然我們陳米寧秘書長 出來處理 公信讓他建設輸繳沒關係 那我都出了 剛才還在 剛才在拒 不然到底為什麼 還沒問題 還可以讓他建設輸繳 自己剛才自己 自己委員會記錄呢 是不是有我們解釋 我要先下去 我要再一次問 因為 鳳雲旺 我們打了 鑽魚之後 手衝 如果要跟委員會審 我要再下去 你們這兩隻 這隻對 六個要跟我們 因為這部分 我們最近目前建設施法程序 好 施法程序 那 好施法程序 不要再說 我第一件說的 關廟 我再說一件 關廟 補助我看 但是這個議員 很厲害的事 才會到關廟 垃圾也沒場 補助我看他 換他去找我們 李秘書長 這八成加減去 到底有關的沒有 有像這樣要收錢沒有 不過怎麼都有看 他找上 這個李議員找他人去 找到秘書長 協調什麼 你知道我有收錢沒有 有收錢沒有 有收錢有對這關係嗎 你知道嗎 這都是紀念蘇貝兵 他紀念蘇貝兵的 說不定我跟他講 查看看 那個人 就是 可能是大城 摸一個 大城公司 摸一個 特助 蘇貝兵會 不是大城公司 查看看 你要有做 讓人覺得 你政風是有存在的重要 不是人家查都沒有消息 不是市長主題兵 你不敢查 大家也要替市長打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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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曾有一個議員說 他在議員當民講的 說我早就在做做頭 我跟他講 今天保守府 有看出來 他跟他怎樣 這個 大家替市長打拼 你都不敢查 他跟生日我跟他講 那個任議員 曾有一個記念 都聽到 我早就在做做頭 這句講出來 就很嚴重 是不是今天 有放水沒有啦 他敢在議員 敢在議員 敢在議員 他講他在做做頭 你看這個擔拼有夠嗎 還是我們市長給他很大 的好處 或什麼 不敢呢 所以我告訴你 這三個人幫我查看看 好 謝謝議員 這個 副議員 像那個 你在講這個 都不敢講明 我就講 先給我洗臉的 我剛才講得很明 像這個 一個新娘去洗你的 曾經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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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做頭 請問一下 是 要依法行政 不用怕 是 你不管是誰的 人罵 犯法 犯法 犯法庶民 犯法庶民 沒什麼人怕 做一個議員 不可以說 葬事情 啊 雄仔就市長在我口 我是國玩人馬 啊 就能為所欲為 要怎麼就怎麼 亂來 啊你做議員 你知道的東西 你就去地檢室 跟安寧 各個啊 你叫政鳳修 要查什麼 政鳳修查 也不在 查到可以怎麼 這種 你才知道 有人行賄 啊 破了我們 所有整個 烏蘭啊 啊 他說啊 都有人去行賄 啊 業者 就沒有事情 你要去 地檢室 申告 走什麼 我給你靠 你走什麼 什麼在做頭 不做頭 先你跟他講 什麼人也想想 走到真的會距 斷來 現在議會是都 吃飽都在破 這樣 劍櫃 走到一封殘下 啦 丟人丟到家 聽到一路就起來 好我們下一位請那個 陳醫生議員 謝謝主席 我想請教這個法治處處長 處長 這次颱風過後 我們這邊有沒有接到很多民眾 因為風災來申請國家賠償的案子 請求國賠 這可能因為 那些 車子啊 一些公有設施 倒下來 去卡到 講到他的車這個部分 只有詢問 啊但是正式 正式提出國賠申請的 目前沒有 都是來詢問 有透過市長信箱 有些人是要不告訴你 因為 其實我也有接到一些民眾 有可能是 路樹 青島 然後 去壓到車子 等等等等 那個恐怕公務局搞不好會知道更多 因為 早期的國賠協議 他都會找 主管機關 開始 對 他如果是正式以台南市政府為被告的話 國賠 如果是國賠協議 國賠訴訟的那個部分 才有可能我們這邊才會 才會掌握 那我想請問處長 以您這個法律的專業 你認為像很多的路樹 他倒下 打到民眾的車子 那個有沒有 沒有成立這個國賠的要件 那個陳議員問的跟我過去 過去當議員一樣 但是我們也知道 公有公共設施設置管理的欠缺 但是如果那個原因路樹的青島 如果是源自於天然災害的話 那從過去一直到現在 我們一直都是才否定的態度 所以在球場上就會有比較大的困難 因為我就是接到一個媽媽 他的車子就是停在 剛好在樹的旁邊 然後他就是 就這麼不便宜不宜的打中他的車子 他修理花了好幾萬塊 那他就認為說 這車子就是 可能是材料不好還是股料不好 所以才會倒下來說到他的車 他最近他就說孩子要註冊要怎麼樣 他就覺得負擔很沉重 那當然他有向相關的單位提出這個國家賠償 但是當然我們去幫他了解 當然現在可能他提出還在走程序 現在有可能是協議先行 對有可能是在協議當中 因為諸如此類的小案子其實還 還蠻多的 還蠻多的 有的可能就到公所去 那當然我們聽到公所這邊 可能會答辯的意見就是 跟處長您說的差不多 可能他們都是才比較否定的態度 可是其實樹的確我想 有些真的是因為風吹倒的 可是我想不可否認 應該有些也可能會因為照顧的過程 過了不好管理不當來造成的 但是這個民眾的舉證就非常困難 所以因此全部我們都才否定的態度 其實對民眾來說其實真的是很難接受 所以我想處長您剛好有法律的專業 過去也是民代的身份 我想您可以理解說民眾的這些辛苦 可以理解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 是不是有什麼比較好的做法或措施 可以讓這個當中取得一個比較好的平衡 讓這些民眾可以得到比較好的 好的他比較可以接受的一個結果 那個陳議員其實你的想法 我們也會在想 就是說這個公有公共設施如果來自於天災 那這種東西我們過去是才否定 那但是如果有很明顯的 比方說 比方說那時候我在秘書處的時候 曾經有一件就是我們的路樹傾倒 可是它並沒有在天然災害的狀況之下 它的傾倒是很明顯 它的那個樹被掏空 那結果我們有一個記者朋友的車子在旁邊 結果就把它壓壞了 可是很明顯 那個就是在管理上可能有疏失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會轉為說 我們在管理上確實是有疏漏 所以我們最後就是跟這位記者朋友 我們是用協議的方式去賠償這樣子 所以我們其實如果就個案的部分 如果很明顯是來自於我們管理上是有疏漏的話 那這個部分呢我們依照個案 我們的這個全署機關 他們也可以依全責去加以認定 那我是在認為說其實當然 那個是在沒有封災的情況之下 可能我們比較有意願去追查說它的原因 那會擔心說在颱風的這種情況之下 因為封災 不過最後還是會有陳議員提的 陳議員提的 陳議員有可能簡單講 就個案去追查 個案追查還有另外一個 就是說你剛剛講的 我們很多國培案件 其實最大的困難 其實來自於舉證的問題 舉證很困難 民眾沒有舉證的能力 但是他們卻白白受了這個損失 所以可能我們除了在回答否定的同時 我們其實應該要要求我們的相關單位 其實應該針對個案的部分 其實要去做了解 到底是真的都是因為颱風 還是真的跟你的管理有問題 其實也要勇於去負責 不然其實對民眾來講 真的因為鳳台在吹 真的他也沒辦法證明說是 像我肯定不好還是鳳台吹到的 沒錯 還有他的車就是敗去 我會叮囑我的同仁 就是提供法律意見的時候 也去提醒其他相關機關 就是個案的部分 那也協助民眾 是不是能夠提出有一個 比較有利的證據 來協助他們去求償 是 這部分在請處長 真的要 是 我會叮囑同仁 對 多多站在這些民眾的立場來協助 謝謝處長 謝謝請坐 是 謝謝議員 那我再請教一下我們的研考會主委 主委就是在颱風的時候 那一天其實也有民眾反應說 其實那天我想1999 電話應該是有被打爆的這種狀況 那到底那天的電話 有沒有因為 不管是中華電線還是什麼的影響 造成民眾真的有一段時間是撥不進去的 謝謝議員 對這個我們在那個1999的那個化霧的一些狀況 那當然在颱風那一天 就是我們大概9月28號前後的那個連續假期 那因為最主要是遇到颱風架放不放的問題 那這個部分確實在我們的化霧量上面是增加非常多 在一個應該是講說三個小時之內 我們大概有2000多通的電話進來 那確實在化霧接聽的部分會有一些斷線 就沒有辦法立即去接到的 那這個部分我們也請那個1999那邊做立即的改善 包括我們席次的增加或者是他們備員能力 在高雄或者是台中的部分能夠增加在颱風防災之前的那個時段 可以把我們的那個化霧量 接通的那個比例可以調整 可以更多人來接這個電話 那可是就是那一天就是雨落很大的時候 那個大雨那一天就是那天其實也有牽涉到可能有停電啊 然後中華電信可能也有一些線路被催壞的問題 那那個時候因為雨下很大然後開始淹水的時候 其實也有民眾在反映說他也是打1999也是打不進去 那所以我是在想說當天的狀況是 是不是有受到這個中華電信線路的影響還是怎麼樣 因為民眾就是在反映說他沒有辦法即時反映他的問題 最主要應該是中華電信的那個部分應該是區域的啦 所以其他的部分我們接到的部分應該是線 就是說一次湧進太多的電話量 所以主要還是因為打爆 就是說打進來的瞬間是爆量的 所以會造成那個接通率會比較低 那這個部分我們其實也請這個業者他大概 包括在剛才跟議員做報告的席次的部分 還有他們一些備員的情況可以加入 讓他的接通率可以提升 這個部分是我們有在努力做的 我想因為其實民眾在遇到一些狀況的時候 比如說淹水或是覺得已經面臨到一些災害的時候 他們都會特別緊張 有時候他們想要打電話去反映 或是即時得到一些回應 那但是有時候打電話去不一定能怎麼樣 可是他打了進去他就覺得比較安心 那所以這個部分我想 未來這個技術上的克服 我想看怎麼做其實應該怎麼樣讓民眾 他們想要反應可以即時反應 但是當然也要顧慮所有這些人員 他們自己本身的安全 也不能說因為他們的背情或是怎麼樣 那影響他們自身的安全 是怎麼樣技術上去克服 然後讓這個化量可以 尤其是應該都是在特殊的情況之下 才會有這種爆量的狀況 那什麼怎麼樣去預先模擬這樣的狀況 然後怎樣去排除 我想這個部分可能要請主委這邊再多多的 謝謝議員 然後某一個部分我們大概今年也比較特殊的 我們有那個APP 就Open1999的APP 那其實民眾使用的情況也非常多 我們大概都是有一直在倍增 那這個部分也可以減少 他也可以用手機的手機即時的反應 其實也可以啦 OK 那這個部分可能也要多多的宣傳 其實現在智慧型手機很方便 那可能民眾還是很習慣的說我要拿起來打1999 那如果其實可以透過手機的APP 來做一個即時的通報 其實我想這個宣傳上 因為其實包括我們自己也都不大知道 所以我想這個宣傳上可以再加強 好 謝謝陳議員 謝謝主委 謝謝 謝謝主席 下一位台灣人李文正 今天… 空處長齁 我要請教一下 人家民進局長還不來嗎 他的民進局長 共同報告 他另外的時間 他另外一個時間 現在我請教你 現在我們的貨政事務所 現在我們都已經有合併 條件 民政就有這幾個 因為我們台南市的速度 我聽說其他的館市 甚至不是其他市的 他們的貨政事務所已經都合併了 部份我知道是很多館市有這樣做 奇怪 像說我們台南市 所要效率點就比較差 這部份民政就已經來報到我們也開過會 你們今天有一個共識 會用這個共識去做一些控罐 因為貨政事務所 沒有這個選機的問題 也沒有這個區域發分法的問題 所以我聽其他的館市 像說人家三級的三次 四級的三次 人家都已經合併了 所以我覺得我們台南市政府 這種效率 標示對這裡就可以看出來 你說一個貨政事 你比較適合一個地方的館市 我們就知道可以去學兵 因為學兵之後 這就是說今天政府 我們要幫人家蓋水 你說要來約束我們這個國家的主廊 你自己政府你自己不在做 你只有一行要來要求我們國家的主廊 就要聽你政府的話 你如果說什麼我們就要聽什麼 對不對 這個這樣很奇怪 你一個政府 我們大家 國家的老闆選人出來 就是說要怎麼把這個三次 要怎麼經營的好使 他要怎麼經營的主廊 他要怎麼經營的主廊 對不對 處長 是 所以議員你 拿出的這個問題 已經有在進聯中 希望是速度 我現在在說 民政局這邊 我們的人他實力 進行這個目標 因為 補政事務所沒有聯合的問題 沒有聯合的關係 對不對 議員報告 因為他現在收編下去 有另外會去檢照 所以說 現在檢照 這是我們做很大的目標 檢照是你政府的事情 本來就是要檢照 是 檢照我們會去 所以說 你會調整這些部分 你如果偏下去 如果再多 我們就還有那個 現在可以檢照 你政府你就是說 要怎麼提高考論 這個政府要怎麼可以 整個社區可以帶動 哪有些說去請一大堆人 一千多萬的單位 來做那種 每天在這裡開花 開花一天花多少錢 台灣人正是要賺兩錢 台灣人獲二爪 你要看可憐 那獲二爪正是 他在上下的頭 站在這兒 後面拖一隻 三連 那這些 這些 歐里爪 五肉爪 那些都六七十歲七八十歲 還 還在靠二爪 那你今天 你我們一個政府 我們就說 看要怎麼 讓我們台灣人 看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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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對嗎 當然 這兩年我們就對這個秀 這一個很簡單的工作 你 因為我講 人家 其他的館市 人家有的 我現在請教人 處長 現在多少館市 已經 已經 那些 那些 給政府所有進行學兵 你說我聽說 那些 這個 賓棟 第一黨 第一黨 假竭 對啊 你 總統 一個圓zi 總統 一個錠棟 你比較有一個品牌 比較有一個 嘉義 所以你的理由就是說 因為調整的人比較少 比較少的時候所以就不要調整 不是這樣 議員你五次 我們就是在說 他現在盤子的情形下 我們就開始在控管 讓他看到出來 我們可以鎖鎖鎖鎖 他減下去減給政府所有主任嗎 現在就是要去控管 可以去達成 市長 是不是像是公務人員 他一直在操客、地客、鋪客、鋪客 像是馬龍哥一直在靠 這是國外政策 他還一直在僵 國務人員還太少 政府這樣 你如果要給人家蓋水 你如果要給人家蓋水 要給人家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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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你政府 你不可以做 你不可以先做 改革給我們看 你今天如果說改革給我們看 好啊這個政府真的 很認真 很均勻 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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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整個資產給你也沒關係 對不對 是怎樣人 後面國家 人家如果不繳稅 我會覺得我很建設 因為我欠政府的稅 政府推移太好了嘛 生的老便士都照顧得好 生的老便士都照顧得好 生的 我還整個財產產能儲貸 我整個給你政府 我也是這個國家 我也不差 因為我吃了我都可以照顧 是怎樣 我們要給人家蓋水 讓大家萬壇 就是因為你這個政府 沒有討論 你這個政府 你沒有創作 要給人家蓋出來 我一個消費者 你今天 你我收五千金的飯店 的一個費用 你結果 是三流的一個水準而已 對不對 主張 所以 我們不只要要求 我們國家的主人而已 現在時代不一樣 你政府 你就要看 說要怎麼去改變 看看 過去說國民黨 就國民黨 你現在來 這樣整個時代 就已經都改變了 原來我們的理念 應該是一樣 我們這個 向到目標也 是一樣 我想這個 我們的家屬來進行 我現在再請教你 像現在議員的 這個區域的條件 就是說 這個行政區 因為現在來 剛才我們說 學政事務所 現在來我們區公所 你像說在台南市 少少一個台南市 三十七個區公所 三千個五千個 一個區公所 我常在說 日本時代的 這個行政區域 分家南台南州 這十個軍而已 中初市的民資 五千幾平方公立 人口百多萬 現在我們 政府單位 比較多 我問 每個區公司 像黨議員在說的 聽到如果一個 說風災倒下去 今天你們就說 這就天災 這就放下去了 這就放太大了 這就放太大了 因為如果是說 對一個政府 如果是說這類型的 情形 這個政府 怎麼可以說 這就是說 我們今天政府 我們要 都要為到這類人民的 這個生命 財產要付去這個安全 就是要付去這個 這個執政 那沒有任何的理由 我們應該今天 這個如果是 比較適合就 所謂好 還是說 那個 不管什麼問題 我們才會處理 現在我請教理 我們這個區 現在我們當時 可以調整 這個民政局有在說 到說 行政企劃法 還不通過進行 這個不可以去 有一個規劃和當中 我相信民政局這部分 他們應該是 已經有做一個探討 但是 這尊 沒有法官的規定 可以讓他們去 進行這個工作 所以我跟你說 你如果是 都到政府 都到這些選舉 都到這些議員 你們就說 這就立法 還不通過 你如果說 要給別人職勢 要說 我用行政規定 我 沒有理由 找到有理由 對不對 你今天政府 你不就說 我要先解決給你們看 我議員 我先解決給你們看 這樣 人家的心目更好 人家的感恩 對不對 你看一個區塊 你現在說立法院 立法院現在民進黨 在執政了 你以前說 可能沒有港東派 我們還有一個理由 可以說什麼 在立法院 沒有立法院 沒有任何的理由 對不對 今天我們就是說 可以 提高效率 可以 可以 進行人民的開銷 可以 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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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這是政府 最大的目標 和政念 我相信 吃八萬 對嗎 你看 那時候 這個區 還要學兵 那時候 我們那個 升級的一個條件 是 那個行政區 要調整 要學兵 就是說 我們就要 這個 把單位 縮小才對 好 感謝 文政 說得不錯 下一位 蔡萬全議員 好 謝謝 謝謝主席 那個 我延續 剛才我們董事 這個 講到洪泰 立培的問題 其實我在那天洪泰的時候 我自己也有呼籲 其實在市府 在做這個決策 要放半天的時候 確實在法律責任方面 並沒有考量得很周全 所以那時候 其實我自己也呼籲 其實以後 要嘛就整天 要嘛放 要嘛不放 所以我來這裡繼續 請教我的學長 我的博人學長 我那個 校處長 是 謝謝 這個 天災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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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們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外界會覺得說 我們把公有公共設施的設置管理欠缺 規則於天然災害 那其實政府還沒有宣布停班停課前 其實如果一樣速倒了 對 我講過這個 這個剛剛 剛剛我提的案例 就是說 它其實是天氣晴障的狀況之下 可是速倒了 對 那很明顯它是掏空 那顯然是我們在管理上 因為它掏空的時候呢 外觀上肉眼看不出來 沒有錯 可是它卻倒了 那這個很明顯就是管理有素是 所以變成其實 停班停課的時間發布點跟時間內 往往在法律上會很明確的作為 可不可以理賠的依據嘛 因為包括國賠也是 包括一般的保險也是嘛 因為這個不用我們多說 這也要讓大家知道 一般的天災 保險公司也不理賠喔 加以丙種的保險完全不理賠 除非你有保台風險 除非你有保台風險 那麼全台有保台風險的比率高不高 自己知道要去車要去保台風險 高不高 我想應該不會太多 應該不會太多 我調到資料是不到10% 也就是說九成以上的車主 遇到這種事情 不是只有國賠不理賠喔 保險公司一樣不理賠 所以當時 在做停班停課的基準的時候 我那時候很擔心 你知道嗎 十二點空一分開始停班停課 很多學校 都幫你十二點開始 下班下課 那這段時間 遇到狀況的話 國賠也不賠 保險公司也不賠 真的出事的時候 有誰可以去替他們賠 我實在是很為 所以為這個決定捏把冷汗 不過後來 總算大家有共識跟默契 以後要停就停一整天 不要切半 切割其實在法律 遇到糾紛的時候是 這個枯樹無門 冷天也不要插你了 所以我是借這個機會 順便跟法治處這邊來做個 希望說其實未來 市民要注意到這個問題 一旦發布颱風警報的停班停課時間 那是很明確 幾乎你走出去是不理賠 算你叫紅台會掃到算衰 對不對 我們當時的那個 確實是有一些科學依據 對 有科學依據 可是現在我們可能 唯一沒有斟酌到的 就是說 現在劇烈變遷 像有可能一點前前到一點前後 它突然就 它就突然風雲變色 所以其實那一天的情形也是一樣 其實一直到10點前還OK 可是10點以後 它就開始快速變 它就快速的這個氣候變快 跟原本的那個科學數據 顯然有一段的落差 所以這個也是對我們的決策 可能也是一個教訓 也是一個警惕 所以未來我們可能也會斟酌 那至於像國培的部分 就成如議員所提的 還有剛剛陳議員所提的 不管是您所提的 還是議員所提的 就個案的部分 如果我們可以糾激的話 我們一定會去協助 對 所以我們會建議說 像這種情況的話 是不是也能夠我們去思考 未來這樣的決策 如果還有颱風架的決策不變 那也會發布停辦停課 那遇到這種事情的時候 是不是我們市府能夠想個辦法 像 比較像其他的領域 比如說有一些基金用來 不是賠償 是補償 對 這樣子 等於是說協助 不要讓大家血本無歸 讓市民能夠少受一點承擔 就是說 能不能去 有什麼基金可以來幫忙補償 等於是幫忙 是這樣子盡一點公部門的責任 這點可能要拜託處長 能夠去 能夠幫忙想一下 如果沒有 實務上遇到這種問題 確實是真的不理賠 而且是停班停課之後 是法律界限非常明確 那也因為這樣子 所以我這邊也要請教 就是處長這麼多 謝謝 我也請教許處長 許處長 許處長很辛苦 你好 你現在來請教處長 其實有沒有可能 我們以後不要放這種什麼的颱風架 你知道嗎 我的建議是這樣子 為了放一個颱風架 然後法律衝突 法律爭議 然後風險各方面 包括 我還聽過怎麼樣 台南在放颱風架 不是 台北放颱風架 然後那個銀行公司 全部都停掉了對不對 都休息嘛 不上班 台南沒有放颱風架 結果 有人因為這樣子 跳票 你知道嗎 信用跳票 對 那還有很多就是 那個 據我所知 我要請教一下處長 在地球上 有哪一個國家 放颱風架 這其實我們颱風架應該是 不是颱風架 是一個災環架 是為了防緩這個災害的產生 那臨近幾個國家 在這一個部分 沒有明確的一個規範 都沒有明確的一個規範 所以說這個都是由 個別的一個狀況來做一個 個別的一個處置 所以說在台灣地區是屬於一個 颱風頻率比較高的地區 然後雨水等等的因素 所以才有那個一個 顏則在讓我們來一個遵循 那實際上目前看到的一個狀況 有時候我們的預測 包括中央氣象級的一個預測 都會往往沒有辦法提供 對 短時間很準確的資訊 給每一個縣市去做參考 這是我們最大的挑戰 對 其實我覺得就是颱風架的資訊 這個沒有人可以說他會準 對 我們如果能夠盡力把資訊 讓市民知道 其實我一直很納悶說 日本有紅胎也沒有放颱風架 對不對 最久的紅胎也都在日本生意 甚至臨近的中國 包括海南島那裡也沒有放颱風架 菲律賓也沒有放颱風架 沒有這個 全這個地球上只有一個地方 就是一個國家叫台灣 他有在放颱風架 那實在是真的是 難道我們特別弱不驚風 其實不是 其實我覺得我們可以去 好好的研究一下 為什麼日本不放颱風架 韓國鄰近的國家 也沒有人在放颱風架 一定有它的道理 不是我們一定要這個小確幸 我覺得市民 不會因為放一天的颱風架 大家就會特別的感激 我覺得應該整體的去評估 放了颱風架之後 整個台灣有什麼樣 跟世界沒辦法接軌的地方 就很多的地方 包括有一些在貿易的往來衝突 有一些人無法想像說 你怎麼可以用你們台灣放颱風架 然後delay出貨 或是說我這邊 最後截止那個要來報名 要就學報名 最後一天 結果你說你們那邊放颱風架 不會有 沒有那個事情 就會產生很多食物面的衝突 你說是不是研究一下 我們台灣是不是也可以考慮 將來也不用放颱風架 那當不放颱風架的時候 我們怎麼去調整 比如說授權給 沒有授權給各民間 各公營單位 他們自己看要怎麼應應去調整 讓日本沒有放颱風架 也是這樣過 反而放了颱風架之後 你會產生很多 你說救災的問題 補償的問題 法律增值面 你放了颱風架之後 然後這個 這個 你又要叫勞工 比如說那個 在救災風險部分 他也很辛苦 人家在訪問他 他也要再去加班 那還有好多 我是可以想到很多 就學的問題 那個這個 銀行的問題 很多都會影響很多 包括災害賠償的問題 法律責任的那個界定 相當的多 我呼籲說可以認真的去考慮 好 我們就 先休息五分鐘 你退出 不好意思 讓大家上個廁所 我自己怎麼快 不好意思 大家上個廁所 休息五分鐘 退出 不好意思 謝謝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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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先请问一下这个秘书处处长 这个本期长期一直关心有关这个档案的问题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也就是消防局現在在新營的這個庭舍 一樓出入最方便的部分 要做檔案室 要做檔案室 然後這個本來 新營的市民代表會 據說也是某個局處要拿去當檔案室 後來在很多我們在地議員的關心之下 現在準備要開辦這個 傅佑服務中心等等的 另外 在我們這個本來 我們一個社區很需要的一個地方 目前也是繼續在給這個 相關單位在做檔案的放置使用 在一個 生活機能這麼好 過去台南縣守善之區的地方 我發現市政府很喜歡拿來放檔案 生活機能這麼好 檔案是需要看病嗎 是需要吃飯嗎 是需要上學嗎 本席一直建議你說 在一個交通方便地層安定的地方 規劃尋找一個適當的台南市政府的一個檔案中心或檔案庫 一直沒有進展啊 回一個公文跟我說 市政府正在規劃中 然後就沒有下文了 就沒有下文了 現在看到消防局要用以前他們這個救災最方便的一個地方要拿來做檔案室 然後很多個地方都有考慮要拿來放檔案 顯然 檔案室的需求 在整個台南市政府來講是很迫切的 因為有檔案法嘛對不對 你們幾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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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放不完了嘛 所以不是說要放了嘛 不行還要去調檔案嘛 又要方便去嘛 檔案很重要耶 本席過去在教育部服務的時候 那個新店庫房 還有民國五年幾年的那個文件耶 都是很重要的歷史資料 都已經是國寶級的 台南市長常常掛在嘴上 作為台灣第一個都市 我相信未來一定會有很多這些無價之寶 都在各位的檔案庫裡面 那這樣的東西 一個檔案中心或檔案庫的一個規劃 有沒有進展啊 如果又繼續放任各局處 去找他合適的一個 一個他覺得好的地方 就去弄作檔案庫 未來要整合要尋找 要甚至要資訊化 都會增加很多困難 那你們我想 檔案法的主管機關在台南市長 我應該是你們秘書處吧 是 對啊 那你的看法怎麼樣 謝議員指教 事實上目前檔案的一個規範 都有相關的法規在規定 所以各局處很緊張啊 各局處確實也依他們檔案法 相關規範有在進行他們各自的一個保留 不過議員所指教的就是說 因為如果台南市作為文化首都 相關珍貴的一個檔案資料 有沒有這樣統合一起做一個整合的話 我想應該是考慮到一些文書保存 還有調閱的一個便利性來找一個折衝的一個方式 沒錯啊 你把那個比較早比較古的 找一個合適的地方 整個給它存起來啊 以後會變成我們的國家保障耶 是 對啊 請坐 謝謝 我想進一步問一下 我們資訊中心現在是在 在研考會嘛 在大概兩年前左右吧 本會曾經透過一個決議 教育局的資訊中心要解編 要歸建 那 我相信如果就整個台南市政府來講 資訊主管應該是在研考會資訊中心這邊 那有沒有規劃準備要接管 這個蔡醫會議員那時候也是我們有一起做出這個決議 謝謝李議員 那個教育局的資訊中心基本上還是屬於 他應該是這樣講 就是說他不是有一個原額編制的資訊中心 那他大部分都是老師借調的 所以他基本上沒有所謂要整進來 我們資訊中心的一個問題 那現在我們資訊中心的部分 我們大概有兩個組 所以如果議員對於教育局的那個資訊中心的部分 是不是要整進來 這個可能 其實 我不太確定兩年前的那個決議是 跟剛剛的那個規劃是 想法是一樣的 一個市政府 他的檔案 他的資訊 他的整個這個雲端資訊流的問題 是要一個可以統合的嘛 那不管他是他的架構是怎麼樣的 他到底要分散事還是怎麼樣 要放在府內府外 要不要備員怎麼樣 這總是可以一個整體規劃嘛 那我們今天如果大家對於教育局 是不是要自己設一個資訊中心 然後是不是要跟市政府整體規劃 那既然兩年前我們就有做出這樣的決議的時候 甚至更久 那這個資訊業務是不是應該來共同討論一下 來考慮看看是不是應該要整合起來 比如說之前討論的地政都計 還有其他幾個局處的這個資訊圖資的平台 還有我們的這個市府的這個種種的資料庫 因為你們要做開放資料平台等等 這個都是要討論的嘛 那所以這個部分 本席希望你們進一步趕快來考慮看看好不好 可以 謝謝李議員 我們其實朝著數位治理的方向去前進 李議員關心的部分大概是我們下個階段 不管是在府內的部分或者是將來 我們數位治理必須在各個局處裡面有一些 我們講說整合也好或者其他資料的部分 我們朝這個方式來做研究 好的 謝謝 請坐 我請教一下這個現在性別平等法主管機關在本府是誰啊 不在這裡喔 都不在 那請問一下法治處長 性平法在本府主管機關是誰 社會局 社會局喔 可是我發現裡面很多是 跟我們要去督導各局處 要設立很多不同的相關 針對於性別平等的各項設施 對 因為我們也收到說 我們也有收到說 我們相關自治條例或自治規則 先設到性別的時候 我們要注意到性別平等 那個就是姓平會他們過來的 OK 所以現在姓平會的主管機關是在社會局 OK 好 那本席會再做進一步的追蹤 謝謝 那這個我注意到一個很特別的狀況 就是在這一次的施政報告裡面啊 比如說人事處有關於這個 有關於英語能力的部分 之前都有這個補助去受訓啊 考試啊等等的 然後這個像是研考會啦 或其他的幾個單位 我發現在目前在座的幾個機關裡面 幾個單位裡面 第二官方語言這幾個字不見了耶 第二官方語言現在 不然我再回頭問一下法治處長好了 推動第二官方語言 我們全部台南市所管的 主管的行政法規啦 這個自治條例啦 這個英語化的程度多少啦 法規嗎 對啊 英語化嗎 當然啊 我們最近還在處理這個問題 是 就是說 我這樣說好了啦 就是說 我們司法院或法務部 他們其實有一個 統一的法規整合的那個內容 可是現在目前為止 地方法的部分 我們最大的問題就是英語化裡頭 我們在英美國家裡頭 他們可能在地方法規 就是法位階上面 比方說我講自治規則 或自治條例 那因為法律用語 他其實是非常 非常 應該要這樣說 他是必須要統一 而且他比較嚴謹 所以其實我們最近還在討論說 我們自治條例究竟要多少 要把它英語化 而且第一個 他這個部分目前大概 學術單位 不多 然後就統一的這個部分呢 這個費用也非常高 好 我們下一位林美院議員 來 剛小出現 研考會來 我想在你的工作上面報告 我沒有看到 你說市府的公報 你就是 若是電子化的政府 在一百年就推漲了 對不對 你公報是電子的公報 那請問一下你的公文 我們現在市府的公文怎麼去處理 我們現在大概也有推動電子化的公文 那秘書人剛剛也有做一些補充說明 我們希望他可以減少就是紙本的部分 那在這個我們的工作報告裡面 有提到的 來 主委 是 我先問你一下 你根本對自己的業務不知道 你現在還在看那個東西 因為他那個有一個比較明確的數字 你電子公文 我要來跟議員做報告的話 就是在二十三頁的部分 我們線上使用簽合的作業 現在大概已經有達到一百一十多萬件 所以大概如果我們換算者 你接的效率 你的成效好嗎 我們現在大概有 你接的推行電子的公文 是不是要讓市民 能夠把這個就是拿到公文的情況之下 能夠 時間能夠縮短 那是這樣 是 是不是 但是 今天會知道 一個市民 是每位他就要 небольш一個公文 要一直照自己到後 台南 黃 Intercote 香港 luís ralett 現時何必應 對你們來說 是相當的不方便 呃 台南 我們現在換兩個行政中心 新娘跟我們雍華 環保局也是一樣啊 它的業務也是在我們台南市 也是我們來的台南館 結果我們台南市市民 現水市喔 在我們現有的台南市市民 要去領一個公文 一直要走走走走到台南館領一個公文 你想對這電子公文推廠的過程中 你希望可以讓我們市民方便 所謂的作業的時間壓力 但是屬於我們沒有看到 所以你的研卡位 在監督的工作上面做到了沒有 做到了沒有 還有啦 你這個上面 有你的網路喔 你的研卡位的網路上面我們拉下來了 你說你要成為依化知性中心 你這張 你在上面的 你貼在上面的 要成為依化知性中心 包括你自己喔 你這次的依化成長喔 成果長 你自己上面的網站 在地上 你還停留在 105年 還停留在2015 就是去年了 你這個知性還在去年的知性 2015年的知性 今年多少 今年等於 那個網站的部分我可能 今年等於 為什麼馬上 你自己都沒有去自我的管理 現在停了2015年 你的依化知性 那麼慢 你要如何去落實去監督別的基礎 你自己就沒辦法做好了 你剛才的那個部分 可能有一些可能是季報的整理 什麼季報 你自己完成 沒什麼2015的季報 我現在的意思是說 你突然是有做一個統計 那個部分我們會請資訊中心趕快做一些更新 為什麼要我們提出來 民眾提出來 你才要講說我們要趕快去處理 這是最多要做的工作 隨時要鞭策自己 不是民眾拿出來 我們提出來你說我趕快來做 2015 2016要過 都快過完了 都快過完了 還有兩個月都快過完了 你知道才能說我來做 還有一點 我沒有看到 我們市府說的 他必須要打造一個什麼 要跟 市府跟遠傳要吸手 啟動智慧城市計劃 這個計劃你知道嗎 這個是工業局補助給遠傳的一個計劃 你知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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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裡有說什麼 我們的研考會會共同跟他們一起打造一個 台灣手串智慧城市的營造管理中心 你們要共同去打造 這個呢 那是去年的事情 你點名這個計劃 你一定在三年內完成20項的 陸續讓它上線 對不對 三年20項 今年已經過了一年 已經過了一年了 而且你在這個預算裡面 你是要編10億 請問一下 你這10億是分在哪裡 議員可能有點誤解 那個10億不是補助給台南市政府 那也不是在市政府的預算裡面 它是工業局補助給這個業者5億 然後工業局自己拿出5億 那它實施的場域是在台南市 在台南市 那你請問一下這個中心設在哪裡 它的營運中心我們當然有六個計劃 那這六個計劃我們會去整理說 像包括我們局處裡面的有一些小的資料庫 我們希望在台南市裡面 有資訊中心這邊建構一個比較大的雲端 把其他的一些資料庫做一些間接 你這個計劃已經退一年了 你到現在還在計劃 你這個計劃一定要三年把它完成 三年要把它完成 三年要成立一個中心 已經過一年了 你現在還在我們還在計劃 請問一下你是三年到期的時候 你在完成架構一個中心嗎 還是在暗境就開始在做了 你那名村覺得說 我們政府有一個旁是那麼大的 但是中央的錢也是我們市民的那種 納稅錢 中央補助5月的工業錢5月的同樣 10月是在進財政非常困難的過程中 要花一個10月的那種計劃 是不得了的 但是你的中心三年要完成這個計劃 你很準時跟一個中心要蓋在哪裡 要怎麼去處理 要在業務怎麼去分配 你夠盡我聽你說 我感覺還沒有一點補 還一點補就沒有 應該是說我跟議員解釋一下 營運中心的部分 它不是在硬體的建設 它最主要就是說 我們把很多的資料庫做一些借接 那將來我們可能會有一個大雲端 是設在資訊中心 像包括我們去年也已經有把一些數據機做一些替換 所以你所謂的中心 它是沒有實體的一個中心 它是一個網路上面的中心 那是這樣 那如果你如果這樣的時候 如果你不善意管理的話 像你的依化資訊中心 結果還是要貼的是去年的一些資訊 你看未來這個中心是不是又放會在哪裡 開花了10億年 而且你這時你要花的業務 你的業務到現在你都還沒去統籌 你要怎麼對大家對這個中心有個信賴感 你要不要去統籌出來 你要不要去哪裡做 你都要賣 所以我覺得三年的計畫 你根本沒有很積極的去推動 你們研考會所做的一切 你要怎麼給市民去信賴 這是一點 還有啦 請幾個 我們的市長有說過 我們要蓋在薩蘭那裡 薩蘭那裡蓋一個什麼 國際擠的影城 欸 你看地方我懷疑 你知道嗎 國際影城要來了 國際影城要來了 你們有收到未來要怎麼處理 還是又一樣有一個庙 蛤 你有接到這個資訊嗎 蛤 你有接到這個資訊嗎 因為那個薩蘭影視中心 或者是他們將來要做的一些片場 他應該是由文化局做為一個窗口 但是你要去監督它啦 你說我們在你的業務上面說 重要的施政計畫 你要先送到裡面去審核啊 所以你所有的一個一些 我們台南市的建設也好 有什麼也好 你應該是在第一手的時候 你就應該掌握到了 因為這個東西 你自己 你的工作報告上面說 106年的重要施政計畫 你要先行審核嘛 對不對 106年 你已經審核過啦 你說的 市府提拔112件 144件已經通過啦 我跟一文最後一個說明 沙倫的影視片場 或者是國際片場的這個部分 是由中央來指定這個地點 那這個地點將來像現在他們大概開過幾次會議 都到文化部裡面去做統籌的工作分配 那這個是由中央要求 就是說他們來看過地點之後 鼠疫在沙倫這個部分去興建這個國際片場 或者影視城 那這個跟文化局所提出來的先期計畫 我們在統籌的部分 是會將來會把它納進來 將來所以你們研考會的工作 只是被動性的 人家丟給我們 丟給你研考會 你該去照張全收而已 你沒有做初步的去評估嘛 你研考會的功能在哪裡 我只說研考會的功能在哪裡 你不只對你市府未來一年的 未來他施政 他的預算如何去執行 你都沒有在第一手就掌握到了 你應該要比他們更先進 你要比他們更走前一步啦 不是在後面 不是壓後的 是在往前走一步 還有啦 這樣預算的就是 一開始你未來的一年 你做一個審核 但是啦 你對現在的執行力 像現在在審 你們在審核106 那請問105的執行力 已經要過了 你沒有去追蹤 我們要等到 年105年全部完了以後再做追蹤 你應該知道 農業局去年度的工作執行力 在我們南區第一項都還沒有執行完喔 預算給他們一年 包括現在已經10月份了 本年度都快結束了 既然第一項農業局在南區要做的那些 那個農路到現在都要執行 請問你 你研考位不應該負一點責任嗎 你沒有做一個糾正嗎 蛤 你難道都沒有去掌握到這些資料嗎 我每一個月都會開 基本上開月而已 下半年會有一個重大工程的匯報 那這個匯報裡面會把我們比較 金額比較大的 像剛剛議員關心的農路的部分 其實也是在我們管考追蹤裡面 那你知道這個現象嗎 這個現象其實我們如果發現說他落後的非常多 我們其實都會去提醒 而且希望他改變他的一些進度 跟他的 各位同仁喔 不好意思喔 讓大家報告喔 今天我們早上的議程喔 就進行到12點半休息 那下午2點再開會 那也要向那個李維英議員 因為王嘉珍是本會的委員 那由他先執行 那下一位請王嘉珍議員 那個演考會 趙主委是吧 我想請教一下 那個貴單位 你們主要的角色 是不是如剛剛林美燕議員所講的 你們都是很被動的 等著事情發生了以後 再去看看狀況怎麼樣來處理 還是你們是 你一定一個台南市政府 所謂為台南市做建設的一個大方向 然後做整體的規劃 籌謀 使得市政團隊 能夠把事情做得好 你們到底是哪一個角色 是打先鋒的 還是背後等著收爛攤子的 擦屁股的 謝謝那個王議員的關心 其實在演考會的部分 他的組織編制裡面大概也有會去提到 像我們中規的部分 會把市政的一些重大建設 近中遠的計畫 其實都要在演考會裡面去做籌編 那這個部分 我們會在每一年的時候 請各個局處 在他們重要的部分 要提報給演考會做一些會整工作 所以我想請教一下 老師搞不清趙主委是吧 來 市長 今年是第二年快尾巴了 他提過好幾個重大市政推動的案子 譬如說 新的市政中心 前幾天的時候 在前個百月的時候 市長又拿出來提了 我想請教一下 類似這樣子的重大市政議題 你們有進度嗎 你們有按部就班 或者怎麼樣子的行程的安排 使得真的 我們看到有成果嗎 還是都是賴清德 慶菜公共的 到時候都沒有去啊 所以一個是市政 所謂新市政中心 另外一個 剛剛林美院議員講的 你說是文化局的 可是我們現在知道的 還有一個天馬電台的 難道演考會類似 市長講出來的話 你們不做 所謂的列管 所謂的推動 所謂的監督的角色嗎 是怎麼樣呢 議員其實大概 剛才的那個回答裡面 就是議員的指導上面 其實大概把 研考會的一些工作 大概也說得很詳細 包括先期的部分 我們會去做 那重大的 像說包括十大旗艦計畫 或者是其他的各局處 重大被挑出來的亮點計畫 其實研考會都要進行追蹤管考 所以這個部分 包括剛才是議員所提關心的 那個新政中心 那新政中心 在市長宣布納入開放決策之後 大概也是由研考會這邊來 籌組一個 有一個十大面向 請這些外部的委員 來做一些公民審議的部分 賴市長都已經去雙北拜廟 拜總統廟去了 你們所謂的開放決策 現在是一個怎麼樣 像一化的世代 到現在你們的開放決策 還沒有出爐嗎 到底要怎麼決策 還是都馬是好夢一場 夢醒成空 所謂的新市政中心 七大點到現在 跟無叮噹 賴清德要走人了 台南市 給了他那麼大的名義 到現在 有什麼出來嗎 天馬電台 所以要變一個所謂的影城 沙倫現在也要變一個影城 還是賴市長去哪 你就跟著去哪 所以對你來講 沒關係 不需要盯進度 不需要提醒市長 他與民有約 他要守信諾 我先回答有專我業務的部分 像這個天馬電台的部分 現在是都發局 在做一些土地變更的部分 那土地變更完之後 那邊如果變成文教用地 那跟這個魏導演那邊 他們其實也有提出一個 40公頃用地的一個需求 所以這個部分其實本來 就一直在持續進行 那我剛才提到的是文化局的部分 他是作為一個窗口 因為那一天行政院的林院長 來看了那個地點之後 他拍板定案 這個地點 那將來所有的籌劃工作 包括文化部 國發會 他們會在一個月之內提出計畫 希望在一年裡面可以看到 所謂進駐的工作 或者是其他後續的部分 這是剛才議員比較關心的 我先在這邊做一個回答 另外新市任中心的七大地點評估 這個是在104年的時候 由都發局所提出來的 那這個部分七大地點評估 包括我們希望用一個 比較造正的方式去做處理 那我們再開放 去鼓勵大家炒土地還是造正 為什麼這麼久了都沒有消息 他不是說我今天講了 這個七個地點我就來決定 那這樣反而會落入議員所提到的 我可能會有炒作地皮 所以我們把它列入一個透明公開的方式 來進行公民審議 我們納入多元的意見 包括每一次的參與委員會的開議 全部都是直播上網的 所以如果議員有興趣說知道 開放決策的過程怎麼處理的話 其實我們都有在直播 我們要的是一個行政效率 賴市長兩任了 我們大家都心知肚明 他能不能明年這個時候 還陪著你在台南市議會 都值得疑慮 所以他提的重大建設 不也應該早一點讓民眾有一個安心的保證嗎 還是陣亡人襲人去陣亡 所以我要講的意思是說 你們研考會是站在整個市政大方向 要推動要督導的關鍵角色 然後再放到各局處去做 賴市長講的賴清德所謂的七個市政中心 你不能講到賴清德要走人了 你還在那邊七個市政中心的點 還沒有辦法告訴民眾 到底所謂的公民決議 而且我們都心知肚明 所謂的公民決議 不要輪到最後也只是少數人 願意上網的人變成他們的決議 而不是整個台南市民的共識嘛 所以 主委 我要提醒您 我不知道您是不是 就是也是賴清德的加成愛將 會跟著賴清德前往台北中央還是哪裡 可是台南市的市政不能停待對不對 所以麻煩主委 我提的七個市政中心 賴清德到現在 有沒有一個比較明確的方向 還是你們還在繼續研究商量等待公民決策 如果你永遠是等待公民決策 大家都知道很多案子 我們需要有效率 那如果你們都用公民決策來拖延 來推諉的話 那公民決策只不過是你們的折銷部而已啊 議員可能把這個公民審議的部分 跟我們所謂的行政效率 它的中間還是會有很大的一個距離 那公民審議的部分其實包括各個縣市 其實也有在做的一些參與試預算 那個主委不好意去 我最後一句話就好了 那個我們新市政的部分 我們在11月26號27號 會舉行一個城鄉論壇 那招募的有200位公民 那事實上我們在現在就已經在各個七個社區大學裡面 舉辦比較多的說明會 希望能夠讓這些公民也能夠知道這件事情 那個主委 第一個 以中華民國的財務 以台南市的財務 即便賴清德恆征暴戀 明年會多了三十幾億的稅 我們一定有需要多一個新的市政中心嗎 新營到現在破敗不堪 沒有把那個發揮起來 這是第一個大的一個思維方向 賴市長是為了要玩市政中心 而玩七個市政中心 到最後可能真的是好夢一場 當然不是你個人的問題 我只是提醒你 你們什麼時候要跟本會交代你們的市政中心 有一個明確的一個方向了 還是大家各處去買土地等著哪裡長 所以主委你不用講了 我們還有機會談 另外主委我要跟你請教一下 OK 我看到了你們說你七月二十五號 又再開個兩岸會了對不對 我們看到了所謂對岸的十一長假的時候 進台灣來的大陸的數字不到一萬 大概八千左右 這是有所謂公佈的數字的 那台南市來講 我們覺得我們足以宣揚的地方所在多有 那我想請教一下你們的兩岸小組 針對目前的狀況 你們的因應 你們不是被動的開會 我一直要因為你本來就是一個統籌單位嗎 還有我們當然不敢忘掉 蔡英文先 蔡英文女士 她所謂的新南向 那我也鼓勵你們 你們的新南向又做了什麼 我們的所謂的粵語人才 或者東南亞語的人才 你們又做了什麼 除了我看到 前兩天所謂成大的粵語人才頒是不是 很快就滿額以外 但是那是不夠的嘛對不對 真有心的話 就應該有積極的配套 但是並不是新南向 你就忘了對岸十幾億人口 龐大的經濟效益對我們談 請教一下主委 一個是兩岸 一個是新南向 我沒有看到你們提新南向 那你不是很讓蔡英文失望嗎 那我們本會也樂意啊 好的政策 我們都樂意啊 新南向沒有不對 可是不會因為有新南向 就不要了對岸十幾億人口的市場嘛 所以主委你能不能說明一下 我先就觀光的市場跟議員做一個報告 像上次議員有特別提到的 有關於觀光市場的一些關心 那目前我們在兩岸小組所提議的 希望說中國大陸當然是一個市場 其他的地方也是一個市場 如果我們不要把一個 專注於在一個市場 可以把它分散而多元的去找到一些 就很像說我們觀光旅遊局 他提出來的一個slogan 就是說我們希望他們不只 一百萬人來一次台南 而是希望這一個人 他可以來一百次台南 所以這樣子的觀光政策的推動 我們希望可以把這些 也許在中國大陸他也因為市場 考慮的部分降低了他的 來台灣的一些人數值 那些音樂部的政委 這個政委 他來的之後 也跟我們經發局做了一些計劃 所以他的那個統籌的單位 可能是在經發局 那包括剛才議員所提到的 在學校的部分 我們希望提供給一些像南向的部分 包括粵語太語 或者等等那些市場裡面 提供的觀光人員的培訓 就是語言的培訓 這部分我們市政府也有在籌編 好 我們下一位留恩議員 感謝主席 我想要請教民主事務委員會的主委 主委先跟你恭喜 我想這等級以來我們所追求的 這個並不成名的這個運動這個部分 目前已經在中央政府 特別是蔡英文總統的支持坤町 他也有開始來整個相關 要把這個並不做正式來定位 第17的原住民的部分 感謝我在工序教委的報告裡面 我也有清楚看到你 我們的中央政府有來反問要求 說我們要在9月30號進程 來檢討相關的法規 或是說未來這個政策 順利這個通過的意後 我們要來定期做並不做的 我們一般的朋友的管理 不知道目前 我們的委員會有什麼樣的推動 謝謝李議員給我們的指導 特別關心我們平埔正名後續的這個運作 就目前的進度 在行政院已經確定的 我們平埔正名的方向 就是第一個 在原住民身份法要修法 修法第二條要增加一個 現在原住民的面向 自商言跟平言 增加一個叫平埔原住民 所以第一個就是 行政院這邊要儘快在會期送到立法院 修改原住民身份法 而開出讓我們全國可以開始正式登記 過去我們台南市雖然已經完成初步的登記 但是這個法條一進來以後 就可以正式成為原住民 第二個就是成為正式原住民以後 就要開始逐步檢討剛剛議員說提的 後續的我們所有平埔原住民 應該有的原住民權利 相關跟現在16組的權利 這個是我們也已經開始在擬定 我們也跟行政院 嚴明會也對照過 可能相關原住民各部會有272個法條 法規辦法要做調整 因為增加平埔的族群 那大概有幾個面向 第一個就人數的增加 而應該基本福利應該預算要增加 第二個其他面向像土地政策 在平埔族群的以後的參政權 這個都需要去檢討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明年中 尊責這個法案順利來通過的是 我們台南市政府相關的務省 能有法度應用 還是我們相關的行政流程 能有法度應用 在中央還沒認定 其實我們台南用自有的預算 都已經在推動各項在台南的平埔族群的發展 那當然中央通過以後 我們更有對我們是一個加分 就是中央的資源也會預注 等於我們在對部落的發展 跟對平埔文化的研修 會可以做得更多的面向 所以他去定期跟相關的規定 我們一樣的在登記後 也是依據現有原住民 當初剛開始登記 是以日記時期有登記為首 這個是最基礎 這是跟現有16組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也在這個目前這樣的過面 是沒有放寬或是依照這個辦法 好 謝謝 真感謝主 我相信我聽你這樣說 我就比較放心 表示你相關的這個後續的規定 其實你已經有在準備了 當然包括到你剛才所說的 間接到可能未來 這個有可能我們過去的選基區 可能是3D原住民跟平地原住民 現在有可能多一個賣物種 不然就因為相關 當然這個相對應的 除了立委的選舉以外 相對應的 可能就是議員的選舉區 議員選舉區的部分 一般來說 都是應該要一年前 投票日的一年前要公告 所以這個時間 你可能要聊得比較上次 當然我 我不是這個3D原住民 第一原住民 我也不是貧富族 所以不然就 但是這個影響到未來 整體台南市政府制度上的 整個規格的穩定 所以這個部分 這是等級以來 多久二十幾年 一個真正公認的成就 但是這個成就後面 的行政作為 就要拜託 這個主委更努力更多 我們才有辦法順利 來無縫接軌 特別感謝主委 主委這麼多 我想要來請教 這個研考會 這個造主委 主委 我在頂一個會期 應該也是去年這個時候 特別有跟你說到 我們的這個公車 這個 這個無線網路的部分 我會記得我在 去年的會期 有跟你提醒 我們的無線網路 理論上 這應該是 都要注重在 這個觀光的景點 因為其實 這個現在資訊發達 每一個人的手機 我相信可能 高雄以上 大家人都自己自備網路 那 本來就我想要 跟主委請教 在近年度 這個近年度 比去年度 有增加一些 這個本社 剛才所說的 一些觀光地區 或是說你們有 尖對什麼部分 去做改進 請問旅議員 有特別關心那個Wi-Fi建置 是 在你關心一下 因為上一次旅議員 所提出來的 包括在南區的部分 其實在我們的觀光景點 22個地方 其實它有射點 有射點 現在我幫旅議員 做一個報告 那今年我們這兩個點 大部分是在 讀書館 就是在新華 這個 還有南國的 嚴重的讀書館 和新華地震事務所 這兩個點 我們是很強的 另外就是說 也跟議員做一個報告 我們配合剛才提到的 智慧城市的部分 我們在公車的智慧Wi-Fi 戰牌 我們可能會給400.7個 400.7個 它可以在智慧戰牌的部分 可以去做無線上網 這就很強 再加上我們愛台灣的那個 本來在觀光局 交通部觀光局的這個部分 我們也會有一些建置 所以統加起來在台南 我們大概會有到 將近快要2000多的點 那這個點距的部分 可以提供民眾更方便可以上網 那在那期務可以努力去執行的 因為這也會牽涉到每一個建置點 它都需要預算經費去維護 所以我們也是在我們錢花在刀口上 包括議員所關心的觀光景點的部分 我們總共有22個點 那其中上一次上個會期裡面 議員所關心的那個是已經有建置在裡面的 也幫議員做個報告 謝謝 趙主委我想要跟你分享 我想這個Wi-Fi的建置 其實最主要的對象 是應該是來台灣參觀的外國人為主 為什麼這樣說 因為這還牽涉到使用者付費的原則 所以你若是告訴說在台灣的這些朋友 好朋友當然 阿尊這Wi-Fi都可以全部由政府負擔 我想這台的全國的主國翻騰 不然就這不可能使用者付費 所以其實我們在有限的資源下 應該怎麼去促進這個 我們城市的最大的效益 其實我想要想去 比較適合的就是觀光的這個部 因為外國人來到這裡 它有可能沒有忙碌 它有辦法我們可以多建置這些Wi-Fi的點 甚至像我主委所說的 我想說其實主委應該都知道 其實外國不只是自己的遊覽車 坐流行團的遊覽車 還是說有時候他們在地的公車 其實他們在公車上面 都有Wi-Fi的建置 所以這個部分當然不必然 全部都是你的業務 當然有可能要交通局 來做合商的搭配合 但是這個部分拜託主委 特別可以未來 尊重新設的Wi-Fi的部分 我的建議應該要沾對這個部分去做 這樣可能對整個整個 整個城市的觀光的行銷 還是說你這個政策利益的最大化 可能是比較適合的 所以旅員的建議其實我們大概都有 在努力的往這個方向去進行 其他的像說管理局的部分 跟我們交通交通局 剛才議員所提到還有一個蠻重要的 我們公車上面 有時候我們也設置一些Wi-Fi的點 那他可以服務在公車上車的那些 包括我們的背包客 或者是外國人他到那邊去搭乘的時候 就可以有免費的Wi-Fi可以使用 好 謝謝 謝謝主委 我們那個許署長 署長 不好意思 我想要給你建議一個部分 特別是我剛才聽到李退資議員 有在說性別平等的部分 性別平等其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 當然在我們的夫來主觀機關 是在我們的社會局 或是說推動更在我們的教育局 所影響的 可能是包括我們台南市政府 每一個完工的部分 我要向你建議 我過去處理一個服務案件 是關閉到這個 包括像超額教師 在調動的部分 但是因為那個案件 是超額教師 他在學校裡面內部的積分 可能比較低 當然他會讓超額出去 當然這本校一定要尊重這個制度 不就是我跟中文跟校長交通的結果 校長很理直氣壯 跟我說為什麼這個老師 他的積分比較低 因為這個老師簽兩年的育嬰架 這個育嬰架為什麼可以 要給幾分鐘 他的育嬰架為什麼可以影響到一個女性教師 他去被不管是超額還是調動 還是升遷積分的權利 我認為這樣非常不應該 這真的不符合到 量性平等的這個環節 所以特別拜託處長 謝謝我們議員這樣提醒 我想很多相關的法規 尤其說 當時就是說 在評測部分 應該像這部分 是不是相關的法規 在年煮的部分那樣菜 這樣才可以 明明說 既要 女性請醫院來 養育下一代 在某一部分 還沒有給他一個比較適當的補充 這個是好像是一場空 所以說這一個建議 我想在適當的機會 跟場合檢討法規的時候 我們會勇於提出 這比較特別 拜託處長 感謝主席 謝謝 向各位報告 那我們到12點半 就請大家不要再登記 執行到那個玩家針就好 那下一位我們請唐碧尔議員 好 感謝主席 我們研考會的 教主委 我們想要請教你 目前 我們台南市政府 撥研發的這個APP 提供有19個嘛 對不對 在中 跟我們觀光路由 有關的 有台南好聽 提供觀光客的這個停車資訊 旅行台南 提供 此行助熱 這些資訊 當然台南公車 提供 公車的動態資訊 台南古蹟導覽 提供台南古蹟導覽的資料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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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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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 安平交通 觀光 公車 動態的資訊 什麼項目 什麼項龍 台南 提供 美食優惠 台南 等等 我們是建議說 我們可以 總之 跟觀光路由 有關的 這麼多個APP 整合成一個專門的提供 我們台南各種旅遊的資料 資訊的APP 這樣一來的話 民眾 只要下載 一個APP 就可以將 台南的所有的資訊 一把抓 不用說 為了說 要找停車尾 後來 我現在來下載 台南好庭 APP 我現在要找路灌 我還要下載 台南 旅行台南 我要去安平 我還要再下載 安平 夠好心 東下載 西下載 林林總總 做了一堆的APP 還可能會搞混 所以你覺得 本市的建議 你覺得怎麼樣 有很多 來台南市市場 包括 本市的同學 跟朋友 跟親生 都有在給我歡迎 所以主委 你覺得 這個 唐議員關心的 其實是非常 正確的方向 包括我們剛才唐議員提到的 有一些是交通局建置的 好像好庭的部分 都是在交通局 目前我們官旅局 他也有提出一個想法 一個整個 旅行台南的部分 應該我們過去建置的時間 比較久 現在下載人數也比較多 未來是否把交通的部分 包括他要怎麼停車 要怎麼走 像我們要去這個地點 什麼方向 道路的導引 這個部分 把它併進來 現在以後我們可能就是 他一支為主 就以一支為主 去宣傳我們的一些 觀光旅遊的資訊 那這樣子 唐議員的一些建議 我們本來就有 照這個方向再去執行 但是政策的部分 因為他每一個APP的製造 他也有一個想像 內部的 就後台的部分的一些整合 我們現在還在做一些 處理跟研究 不是說 我們今天把政策 他可以做政策 因為這些資料 進來的那個方式 跟後台建置的部分 我們可能還要再做一些整理 但是唐議員的方向是對的 我們現在朝這個方向在做 所以大概需要多久的時間 他現在就是說 我們上面在討論這個APP的檢討的時候 那觀光旅遊局也有提到 就是把旅行台南的部分 並把 像說我們那個安平夠好行等等 這一些 能夠把它整合進來 其實他們現在有一個案子 在已經開始在進行 如何整併這些資料 因為一支APP 要方便讓民眾使用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們已經開始在做了 那只是說他們的進度必須要 可能業務單位會比較清楚 所以我就是說 你將全部的政策起來 對不對 不管是說對我們台南市民也好 對其他官市 要來我們台南市觀光的 甚至是外國 要來我們台南市觀光的 觀光客 他只要下載一個APP 他就可以完全全部的資訊 他就可以掌握 對不對 這樣不用 要了解這個資訊 要抓這個 要了解其他資訊 抓那個 要抓東抓死 這樣 要無沙沙 對不對 對不對 一個進步的聲線 就是 科技 人性的科技 人性化的科技 就是要 讓我們所有的市民 或是我們關係 可以方便來使用 節省時間 還有時間 還有效率 還有功能 對不對 所以 這個是 進步的城市 所必須具有的 最基本的 沒有 人家說 孤獨 真的有夠 連這個都不能夠做 對不對 其實我們現在 我們孤獨的意思是 讓人家說 我們這個孤獨是 全文化藝術 孤節 對不對 這個孤節 沒辦法更新作 對不對 文化藝術 也沒辦法 全我們台南市 對不對 這麼 我們 這麼 豐富的 這些人文古蹟 對不對 所以 這是我們台南市 最好的條件 但是 我們市政府 老實說 在這一方面 真的還要再用心一下 要再加快腳步一下 我們政府的部份 大家會把我們 唐議員關係的方向去進行 我也跟唐議員 非常 對我們的勉勵 我也非常的 感謝 我想 請呼應一下唐議員的講法 台南市雖然是一個谷都 但是我們需要科技 來解決我們面對 城市發展的問題 沒錯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會再來努力去做 其他局是 因為他們也有他們的業務要退當 所以我們希望說 研考會站在一個 對於他們業務上面的一些 管考追蹤也好 或者是協助的工作 我們希望可以把數位治理的想法 跟科技發展解決人民有感的問題 這個部分可以把它加進來 在各業務部門的一些 他們的進行的一些項目裡面 對啊 所以你們 因為這些業務 都分散在其他的 不同的局處 對不對 你們不同的局處 就要整合起來 變成一個平台 然後方便於 我們的台南市民 或是說 外縣市的 來台南市 玩的公安課 或是外國 要來台南市玩的 所以這一部分就是 我們相關 我們市府團隊 要去努力的地方 我也知道 你們都非常的認真 但是 在這一部分 我希望說 再加快腳步 是 有人覺得 哇 來到台南市 像我們感受到 人文古蹟文化藝術 像日本的走路一樣 你需要什麼資訊 只要抓一個就好了 你就可以完全全部都了解 全部都知道 你要去吃美食 要去找一個古蹟去 要坐幾號的公車 全部一目了然 所以我們現在也要 你們鼓勵一下 是 感謝 感謝黨議員 謝謝 謝謝主席 下一位 李文貞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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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那我們下一位 蔡菲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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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來 那我們下一位 李文貞議員 時間五分鐘 謝謝主席 請問一下人事處長 我看到這個 你們提到說 整合這個 成為財政稅務局 經檢了多少元額啊 六十個人 六十個元額 那我們所謂的現在 在這個中央人事總署 給我們定的總量管制下面 我們的總元額現在是多少 現在是給我們是六千一百一十一個人 六一一一 不包括警銷 警銷除外 警銷除外 那我們現在 到底我們還差這個天花板還有多少 我們大概目前我們給已經分配出去的一個編制大概是五九 五千九百多 五千九百多 所以大概還剩兩百個 對 差距上 還要益控一些 我們現在整個設政 在中央一個社府的一個管控下 社工能力要增加 所以說要到一百一十四年左右 還要增到給一百個人左右 所以 他們還會再給我們一百個 沒有 我們在總量裡面 還要控管一百個給他們 那這六一一一這個就是天花板就不能再變了嗎 目前在中央總元額管制的情況下 是不希望 有幾個指標 沒達到不能給增元額 但是要達到是相當困難 它的指標裡面有三個 第一個是人口 第二個是財政 第三個是有其他很特殊的專案 那三個條件我們試算過 第一個人口就過不了 第二個財政也過不了 所以說要請增元額大概在中央 現在已經先誠意的幾度 都沒有發動在一起 好 是 那了解了 那既然這樣的話 我們還大概有 也許如果控管準備要給 這社福人力 也許是 就是要推動長照2.0這些人力裡面 相對很多家暴啦 兒童等等這些都是 OK 那也許我們只剩下一百個左右 是 還可以再勉強有機會分配 是 那所以說 我舉個例子 像現在 在金發局的永康科技工業區 那 他的 他到底那邊有沒有設管理中心 目前 依我們了解應該是沒有 都是他們在整個內部裡面 的言而去做人員任務的一個指派 因為像原來縣政府的時代 柳科跟永康好像都有這個管理中心的組織規程 然後在縣市合併之後他就廢職了 就廢職了 但是這個組織規程裡面 大概有些是屬於任務型的一個組織規程 嗯 不是專設人力的一個組織規程 所以如果說 如果說我們在這個一個園區的管理上面 如果說有明定要設立管理中心在相關的這樣的一個園區裡面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在另外去有一個這個園區的這個有關人力的部分的組織規程 同時還要跟您這邊來協調有關圓額的部分對不對 是 但是目前他們精華局走的方向 大概管理中心不會自己來營運 沒有錯 我們都知道很多現在管理的東西都是一直委外一直委外 包含永康科技公園區早就委外了 那但是你本身代表公權力的部分 到底是由什麼樣的人來執行真正這個園區要執行公權力的部分 跟議員報告大概如果說他們有涉及到說 委外我們還是要跟他做監督嘛 沒關係 那這我了解了 其實我要跟你要的 未來說不定要跟你要的就是蘭華園區啦 你先放在心上 是 請坐 謝謝 另外我想要請教一下這個電子公文系統 到底是研考會館還是秘書處館 阿傳沒人家人喔 剛剛林美燕議員問得真好 完全講出我的心聲耶 台南的朋友 台南的市民 要去新娘拿一個公文 哇 挖得罵罵好 阿我們新娘人來到台南辦公拿公文 都生生應該喔 縣市合併六年以來 所有的幾乎重要的業務 重要的角度 通通都跑來這邊了 新營地區西北地區的市民 來台南 原台南市區辦公 就是應該的嗎 就是應該的嗎 難得一兩件難得一兩個科室 需要原台南市區的人 去到那邊辦一些業務 就感覺好像非常的苛刻虐待 那難道這六年來 在座的各位 沒有體諒到 原來多少西北地區 新營地區的人民 要有多少業務 跑到台南來啊 我們自己 本席 還有我們整個大新營地區的 每一席議員 議會期間天天來這裡 我們就沒在說什麼 這個公文的節點 可以接收這個電子公文的部分 各個議員的辦公室 到底可不可以設 到底可不可以設 不然每天我們光是 光是紙本的 你們給我的這些質詢答覆 這個會刊的紀錄 什麼一大堆 到底電子公文 可不可以設我們的議員辦公室 我們議會的電子總機分機 就可以設到議會的 就可以設到議員辦公室了 那電子公文 到底可不可以 喂 到底是畢屬處罐 還是研考會管電子公文 沒人敢說喔 沒有 議員 剛剛那個美營議員 你關心我們公文電子的那個部分 沒有沒有 我現在要純粹要跟你探討這個準確的 我可能跟議員做一個說明 我們來報 市政府來報公文的流程 請問我們電子化的流程 是由資訊中心做那個 有沒有說 電子公文到的點啊 這個在設定上面到底要怎麼做 設定上面應該是 看要跟誰申請 你們詳細 本席在第一屆的時候 就問過這個問題了啦 請你們給我詳細的報告好嗎 好你們現在顯然搞不清楚 請你們會後給我詳細的說明 系統的部分是在資訊中心 但是現在對我怎麼發不完那個 我們可能還要再問一下明書 OK 謝謝 會後跟那個李議員報告一下 那我們下一位玩家爭議員 那個主委 十分鐘啊 十分鐘啊 你是本會委員 你有十分鐘 那個我想請教一下 因為剛剛我們點出了這個世代 大家都不得不 不管你喜不喜歡 面對的醫化的問題 六年了 照理說我們身為直轄市 在方方面面都應該要 提升我們自己的水平對不對 所以本席是認為說 剛剛講的 不管你在台南大台南哪一個點 你的醫化都應該藉著工部門 把它落實掉的嘛 對不對 所以不是說我在台南東區 我可以醫化到所謂的大內也罷 或者山上也罷 或者新營區也罷 你在新營也應該相關的市府的服務 都可以醫化回來 以免得大家的周車勞頓 浪費資源 造成很多環境上的影響 甚至是環境上的影響嘛 所以這是你們政府該做的事 我想這樣講 你應該不否認嘛 對不對 那大家都在問 包括Wi-Fi的使用 我們現在拿著所謂的智慧型手機 離開了我們自己的這個這個國內 到國外去的時候 我們就需要有Wi-Fi 也就是說別人來我們這邊旅遊的時候 Wi-Fi變成一個必要增加它旅遊便利的 一定需要的一個現代化的一個 一個所謂的一個科技對不對 應該是這樣講 那你們做的怎麼樣 我想這一點對一個現代化的政府來講 都是非做不可的事 那主委你告訴我們一下 以大台南來講 你們做的怎麼樣呢 並不是說我們在室內 我們就說外區 我們要醫化到外區 外區不應該醫化來我們室內 當然都是整面 尤其是城鄉落差大的地方 更應該要協助所謂的城鄉落差把它縮小 把它彌平嘛 所以我想知道一下你們做的怎麼樣 你們有沒有 我要的是所謂的那個叫做什麼 dayline就行程 不要講說我們有在做 講有在做沒有用 對不對 有夢這個夢什麼時候實現 實現比較重要嘛對不對 來主委你報告一下 剛才其實那個旅議員在詢問那個Wi-Fi的時候 我大概有稍微做一個答覆 可能剛才王嘉珍也沒有在會場 那我再做一個補充 那我們現在已經建設的 在台南市的部分有220個熱點 是由資訊中心去建設的 那我們分佈的地方 包括民眾比較常去的 像說護震單位啦 或者是區公所 然後再來就是觀光景點有佔22個 那其他還有包括民眾比較常來往的一些 所以我們會有在 我們會有在 一定的預算項目裡面去執行 那現在我們會加上的 就是愛台灣 就交中央的部分 它會有225個點 所以加起來我們大概會有 將近快 600多個點 就是在台南的分佈 那平均來講 每一個區大概會有13個 11到13個 那這個部分大概可以解決 我們現在民眾到台南來去使用的 另外機動室的部分 包括那個智慧站牌的部分407個 然後我們將來在公車的部分 也會有一些Wi-Fi的點 可以在公車上面去做使用 那這個部分就是比較臨時性的 我的印象裡面 他們交通局應該會有100多台公車 也會加入這樣子Wi-Fi的提供 所以加起來我們大概會將近快有2000的點 可以去使用 包括臨時性的機動室的 還有我們在固定室的地方 那這個是Wi-Fi建置的部分 那我們將來希望 因為每一個Wi-Fi建置都需要 市政府提供預算的編列 那我們希望的是把它擴大 然後減少市政府部門的一個 預算的負擔 所以我們現在希望做的就是說 我們大概在街面上也會看到 7-11便利商店它也會提供Wi-Fi 那大學的部分也會提供 我們希望整合這一些 那把它納進來就是說 我們將來只要一個帳號 就可以去把這些合作的部分 點都可以去使用 這樣我們的密度就會增加 那主委我想你再講 就是說我們的量 照你這樣講聽起來不算少 可是我的意思就是說 譬如說我是一個旅遊者 那我到了某一個相關的點的時候 是不是我很容易就可以看得到所謂Wi-Fi 包括密碼 包括就是說我請問哪一個服務人員 都能夠很明確的告訴我這個Wi-Fi 應該要怎麼樣點進去 怎麼樣用密碼 這就是所謂的服務部分 因為你剛剛講都是量 我們量有了 譬如說我們到外面去旅行的時候 它有Wi-Fi 可能它的語言或者它的一個 一個Wi-Fi的一個設置 讓我們不是那麼容易找到 我想主委你了解我的意思 就是說你在服務人員的時候 人還是要告訴他 尤其是我們公部門 你Wi-Fi的點的時候 你公部門的服務人員 都要清楚知道 對現代的旅遊來講 旅客很容易 立即性就要找說 你的Wi-Fi是什麼嘛 對不對 Wi-Fi是什麼 我好馬上就可以拍照 就可以打卡就可以上傳 類似這樣嘛 所以主委 我要麻煩你 這個是我們沒有辦法逃脫的 一定要做的市政行銷 也不是行銷啦 就是一定要的東西 那我就謝謝主委 我剛剛提醒的就是說 讓大家都告訴大家 這裡的Wi-Fi 是怎麼樣可以口耳相傳的 OK 好主委謝謝 來秘書處 處長 我請問你一下 我看到了 永華市長官邸 到現在多久了 一年多是不是 剛滿一年嗎 是 滿一年了 那我們隆重收到多少錢了 我們跟他們簽約每個月 大概就是 他們付的租金 還有他們一個回饋金 一個月 大概回饋就是 將近二十一萬九千多 將近二十一萬 不好意思 你能不能再跟我確認一下 告訴我一下 我們要簽幾年的約啊 這個東西是幾年 我們跟他們是先簽 簽九年的約 簽了九年的約喔 我個人是覺得要提醒秘書處 我說過你們的政務官 你們都是賴市長的愛將愛臣 愛妾愛什麼不管他 會不會跟著賴市長走 我們都不清楚 但是台南市的市政 我們需要繼續延續 或者 該屬於哪一個市長 他可以決定的權限 就應該讓他決定 那我想請教一下 我們上一次會期的時候有沒有問 那我現在問一下 類似這樣的約 如果下一屆 如果下一屆 不是賴市長了 當然不是賴市長了 換了市長了 這個約 可不可能有拿回來的機會 就是說 因為市長官邸可能有用啦 或者怎麼樣 我們有沒有問過這個問題 可不可以拿回來啊 這處有沒有告訴你 可不可以拿回來 契約的規範裡面 有保留一些 所以我們市府如果有需要使用的話 另有他圖的話 我們是可以跟廠商提早解除 解約 然後再把 再把這個空間拿回來 所以你的意思說 類似我們委外的工的東西 工的權利 工的所有權 土地權 房舍 廳舍這些 我們都可以拿回來嘛 我們認為 已經有一些 呃 這個這個 呃 怎麼講 我們條約裡面列的 點的話 我們都拿回來對不對 我們還是要看 有一些不同的一個 聽社 他們簽訂的一個 內容 使用的一個契約規範 是什麼樣的規範 契約規範是什麼樣的規範嘛 好 當然另外我要跟你問的是 比較大的一個狀況 哈 這個案子 才一年滿嘛 是不是 滿了嘛 好像滿了嘛 滿了嘛對不對 如果照目前來講的話 它是 二十萬左右 二十一萬 乘以十二 我們已經拿了兩百多萬回來了 對不對 兩百多萬了嘛 是不是這樣 哈 沒錯嘛 OK 哈 那我記得那時候我們有要求 還有一些其他的利潤 是不是 是不是他們賺的錢 我們有多少%數 有沒有 有沒有 這個在七月裡面 呃 就是有規範到 所謂的二十一萬裡面是 涵蓋著它每三個月 要繳十五萬的一個回饋 另外一個回饋的一個部分 所以事實上來講 十五萬回饋 並不是我們的租金囉 租金十六萬 一個月十六萬 OK 所以十五再除以三 每個月五萬嘛 對不對 對 所以就十六再加五 大概有加進二十一萬九千 好 你剛剛講的一個重點說 如果 有合乎契約的規範的話 市府有權收回 來 可能還沒到 但是我想請教一下 你知不知道我們明年的時候 有一個重大的 跟台南市民 這個健康相關的 跟市府簽約的案子 你知不知道 明年 明年我們議會要談這個案子 你們要談這個案子 這部分我不是很清楚 你不是很清楚 現在已經年底了 OK 這個案子 牽扯到的是 再給一分鐘 是一個做事業的 基本上 還不是那麼攸關社會大眾 但是明年的時候 我們跟台南市立醫院 要新的議約 又需要做了 是不是你秘書處的責任 算不算 還是有很多相關單位 要看那個是 還是有很多相關單位 請議員指導一下 您說的是哪一個 比較具體的那個 我們跟市一 九年一換約 九年一簽約 九年一簽約 到明年的時候 衛生局的業務 衛生局業務 你秘書處管不到嗎 通通不關你的事嗎 這是屬於衛生局 好沒問題 但是我現在要知道是說 如果你秘書處旗下的相關契約 沒有到期 我們認為是否有公的需要 可以拿的回來嗎 對不對 可以拿的回來 是不是這樣子 是不是這樣子 但是你說要符合你們簽約的時候 一些條件嗎 一些條件嗎 對不對 那類似是 是因為 你的照片 是 有 小八 你的照片 你的照片 是 最後一位 蔡菲議員五分鐘喔 李主席 蔡主委 你今天比較浪漫 我覺得你在打承不錯 說得很清楚 你覺得做幾個我們的研究 跟我們講就是說 議會的附帶結議 我們之前有去做的 你覺得做幾個研究 你把我們整理一下好不好 可是議會我們百年到現在開會議會的心 他爭的時候 會附帶結議 我們之前做幾個 好不好 可以嗎 這個部分我沒什麼理解議員的 就是說吃得像我社會教 什麼議員 你現在社團的補助 我跟附帶說 你要準不準一個個要做 要跟人回答 不要跟人拖太久 類似這樣 你其實 應該是說 我們有處理的部分 是在議員的那個 建議的部分 不是 我們大概會做一同 不是啦 我覺得心中議員議員 有對某個議員裡面有跟附帶結議啦 你去找就有啦 那些可能是不是 議會來整理會比較 你比較清楚 好啦 不用啦 跟你解釋我來講 我們 我們法室站起來 議員附帶結議市場 我們不要做不怕 都不要做 這在北館市 如果出在打民伴 你給我問 我如果說 欸 我們都 一年都辦一次嘛 你如果選總議長的時候 你們市長對你們的管長對我們 好 拜託還要死 請吃飯 拜託說 總議市場怎麼過 我們台湾市是沒有啦 庇民的別說 要拖兩萬塊又沒有啦 市長 我請教你 附帶結議 叫 這個心中議市場 附條件交期間 要怎麼區別 你怎麼知道 地方知我41條的規定 第一項 第三項 簡單說 我心這個議市場 像我生物科技研究 我在心的時候 附條件說 你如果不在後面辦 不可以當時 現在你們聽喔 聽說 有我們那時候的負責 理由說 附帶結議 在第三項 也有什麼 附帶結議的時候 你怎麼參照法令辦理嘛 我做以外做得到 你們市長就不在做啦 我問別管制的啦 問你我們說 普通人經紀國 還不違法令都會做 我們市長做 好可以我們負責說 我都會跟他聽 除此有 我們的主席有念 有念說 附帶結議要的念 不在後面辦不可以 不過我請到 我們必須黨 必須黨 要不然為了法令 你怎麼做 必須黨跟我說 要不然為了法令我們去做 口 福州你要聽我說 你不能當事 其實說這個 我也不了解 我也沒有了解說 附帶決議條 附帶 心裁醫生 附條件條期間要怎麼企業 你處長你說我聽聽 處長喔 要怎麼企業 一個是預算裡頭的組合 兩個都預算 一個是附帶決議 兩個都預算 一個第一 鐵方知識瓦四十一條 第一項一個第三項 不然你們處長的經濟者 分級的附帶決議都說不可以做 不然你說我聽聽聽 不然每個人都要發明 說實在我 我也很了解 所以大家都跟你們說附帶決議 其實我們是都有條件 這個醫生怎麼 你一定要怎麼做 可是你們市長主要 我們議員有念 附帶決議都不可以做 我怎麼學會職喔 我不是賣喔 來這裡讓你們抄 讓你們抄 讓你們敢屁股 我怎麼會會行 醫療心醫生 沒有附帶決議 我知道了 絕對沒有附帶決議 主決議 這個政府的關係 我感覺你們市長實在說 看輕易會 不然一間有做的 不然一間有做的 我怎麼看你們 立民主席 有答應說 不然違反應我要做 現在在跟我們會說 附帶決議 還是主決議 齁 我感覺你們市長 把我們議員看作 改成你們的技術 不夠啦 都不做保險 都不做保險 蔡議員 如果你是主決議裡頭的 負條件 你要符合議會的議事規則 你要多數的議員 負的那個條件 你一個議員 然後就突然可以 變成他主決議的內容 你做過議員 當然在議會 大家當過 才有可能我自己一個講 啦 一台會當過 才有可能我 所以主席才會講說 那個是附帶決議啊 如果 好 感謝各位 今天早上議程 就到此為止 下午兩點繼續開會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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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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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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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 感谢观看 感谢观 感谢观看 感谢观 感谢观 感谢观看 感谢观 感谢观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 感谢观看 感谢观 感谢观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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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 感谢观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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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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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 感谢观看 感谢观 感谢观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 感谢观 感谢观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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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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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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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 感谢观看 感谢观 感谢观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 感谢观看 感谢观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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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 感谢观看 感谢观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 感谢观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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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 感谢观看 感谢观 感谢观看 感谢观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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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 感谢观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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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 感谢观看 感谢观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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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